有人即将向你告白了 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下岸心灵塔罗 爱你的人总会到来 哪怕要翻一座又一座的山 依然会送来对你爱的告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谁会牵起你的手向你告白 谁会一无反顾地奔向你 赋予你生活的更多意义 给你更多的甜蜜快乐呢 祝福大家心中所想 皆能如愿 点赞领取好运哦 那现在我们来选牌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请静下心来 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 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的一组 慢慢来,不着急 选择好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 抽牌解拍环节 我们等下见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张呢就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 那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接下来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帮大家来确定一下 是否选择到了正确的分组 来抽三张牌看哦 第一张呢 死神牌 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放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当中的执念 一个过去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不满意的结果 总之后来讲 它有一种像死而生的能量 人生当中的话呢 经历大的起伏 可能会在过程当中 我们会感觉到不舒适 会感觉到一种压抑的能量 但是其实度过之后呢 过了很久之后 再去回看 回看啊 就会觉得说 其实自己当时也是经历了一段 比较深刻的成长 那所以的话呢 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们 现在的你已经和之前的你有所调整和变动 那也是说 有些朋友在最近的人生当中 可能你经历的是非常深刻的东西 现在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匮乏 因为你可能会需要更多能量的进入 帮自己去疗愈身心 但是一切呢 就刚刚开始 还是有希望人生当中 还可以去慢慢的去向前走啊 其实这种感觉的话呢 希望大家就是 以后不要再体验了 这个保健时的话呢 确实可能会是有些朋友 在去经历一些觉醒啊 然后经历了一些非常非常深刻 且被动的事情 心里面可能会非常的难过 这两张牌让我感觉到说 大家可能真的是属于 这种说是不轻松的一个层面当中啊 因为十号牌 它也是一个转化的能量嘛 再加上保健时 它也会是说 一种放下的感觉 所以可能我们第一组朋友的人生挑战 会有一点多啊 可能你会再去看向一些 自己想要的人事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们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轻松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对于自己的人生观 稍微有一点悲观的元素在 因为你可能会是经历太多了 也包括这张月亮的牌卡 它有一种说是心里渴望自由 但是会觉得向往自由的路上呢 会有很多的坎坷和未知的 就是风险存在 那可能就会是有一定的局限感 其实是想要去脱离现状的 只是可能这个过程真的不轻松 就像第一张的死神牌 它会让人能够去感觉到说 你的人生里是有非常重大的改变 可能过去的人事物当下确实对于你来讲 你已经明确的知道 它就是属于过去的 它就是你过去人生当中的某一部分 你已经放下了一部分的执念 能够去坦然接受 除尽除旧迎新的能量 但是可能会需要一个过程嘛 另外可能会是有些朋友啊 确实换了环境 比如说是工作的环境 或者是居住的环境 或者是生活的这个城市等等 会有一种向远方啊 但可能会心里有焦虑感 因为可能会不太清楚 自己未来会进入到怎样的状态当中 在兴奋当中 又会带着一种不安的能量在 所以可能会是有点无助和迷茫存在 那以及说是这个保健时 有些朋友最近可能会容易感觉到说 身体上是有一些不舒服 不要集中在可能会是腰椎的 就是你的腰啊 背部啊 颈椎啊 这一条线下来的那个地方 可能会容易感觉到有点僵硬 另外有些朋友就稍稍留意一下 其实无论当下你的生活当中 你经历的痛苦是身体上的 还是说精神上的 它真的只是当下 你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当中 你要去迎接的是新生的你 你会幸福 你会快乐 因为这些痛苦的能量 它是已经到了一个说是 要去转变和结束的层面 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些苦难呢 它也已经是成为了过去的事 未来要属于你的 你即将进入的 都是美好的人生 你会赢得更多 拥有更多 你会被治愈 你会被疗愈到 你会焕然一新 成为一个崭新的你啊 那整体来讲 三张牌里有两张大牌 确实可能我们第一组朋友的 当下人生当中 是在去经历一些 蛮不轻松的内容在的啊 因为能够让我看到说 是处于觉醒的关键时刻 那就祝大家呢 能够一切顺利 能够顺风顺水的去度过 这样一个对于你来讲 可能有点难熬 但同时它也是很重要的阶段啊 好 我们把这三张牌呢 就先给收起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去进入今天的解读 今天又要看的是 有人即将向你告白 那我们就先来抽牌 看一下说 这个告白的场景 对方会做了哪些 会说了哪些 我们来用我们的雷诺曼牌卡看一下 好 第一张牌是一个镰刀 镰刀呢 它其实有的时候会代表着说是一种收获的层级 我觉得说告白的场景 不一定说非常非常的浪漫 它有一种说 就是一直在心中酝酿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然后在某一个瞬间 然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表白的话语脱口而出 是一个非常快速打直球的这种状态 但是之前是有铺垫的 都会类似于说是苦苦的去寻找一个表白的契机 但是总会觉得表白的一个就是环境啊 或者是设计的这个语录呀 或者是想去说的话呀 总感觉有点词不达意 所以就是憋啊憋啊的 然后某一天就是在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状态之间 突然的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告白 因为镰刀就是一个 你会觉得他去收割卖穗的时候 是很快速的刹了一下就一散而过 所以会有一点突然 可能就会是一种一直在心里就是很酝酿 还有一种场景可能就会是 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一起出去旅行啊 出去去到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 去到不同的风景 那对方可能他会是一路上都会在这个行程之内 想要去安排一份表白 然后但是的话呢 好像总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实践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那个表白的话 然后一直在心里重复 然后想去做的一些姿势和动作的话呢 场景也会是一种说 没有预期之内 但是又像是一种熟悉陌生的感觉 熟悉是因为在心里已经演练了无数次 陌生事实在是当时在去做的时候 又会觉得说 啊好像有点突兀 会有这种感觉在的 所以这个表白来的有一种说是紧张感 以及说是有点 好像猝不及防的能量在的啊 掉脸的 但是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告白的话呢 其实可能就会是说 真的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小麦都已经成熟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有这样的一层感情基础在的啊 哇月亮牌 告白的时间不一定会是白天啊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又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参加 这种说是烛光晚宴啊 或者说是两个人在一个非常有氛围感的环境当中 因为从这张牌让我看到房间之内 好像是点了很多蜡烛 是一个比较具有私密性的环境 好像就只有你跟他 装饰的话呢 有烛光 然后还会有一些鲜花 让我感觉到说 就是两个人那个当时的氛围感 是非常非常暧昧的 就本身可能就会是那种氛围之下 如果你要不说一点煽情的话 就感觉好像是没有眼力气的这种感觉 有一种好像水到渠成 然后就去说了 就是有一种说是觉得那种烛光之下 然后在那种浪漫的一个环境之下 就会觉得你的话呢 对他的吸引力超级的强烈 会让他有一种说 觉得当下不去表白的话 后面可能会是遗憾终生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奇迹的一个层面 这个月亮牌让我看到说 其实无论说是表白的场景如何 那一天的夜晚 你们都度的是非常愉快的 两个人是很和平 很快乐的一种状态在去相处 哇 还有指南针 那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就证明着说这个告白的话呢 绝对说是对方讲了一些 关于未来的话语 然后明确了一些心意 其实我觉得对方的一些告白 可能有这种说把两个人之间一直存在的一些 比较具有迷惑性的讯息去说明吧 说清楚 什么是迷惑性呢 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去告白之前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对方 有一个人桃花满望 会让另外一个人有点误解 就是觉得说 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他到底说是什么意思呀 他是不是喜欢其他人啊 就会有这种隐隐绰绰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的话他对方可能会在告白的时候 很直接明了的跟你讲说 其实没有的 其实的话呢 我的心里只有你 这种明确心意打直球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会是有一部分朋友 对方表白他说的话 真的会是指向你们未来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人在去表白之前 他可能要去做的下的功夫是比较多的 因为能够看到说是他对于未来的掌握 是非常长远的 就有一种说 好像虽然只是表明心意的告白 但已经会把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都设想了一遍 这个人心思挺缜密的 想的是比较多 应该是属于这种生活当中 能够去比较周到的考虑 周到的做计划的一个人 我能够看到说你跟他在一起 好像是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 好像有一种说 不用带脑子的轻松的感觉 就你会发现 你差巧需要去什么东西的时候 也许当下你的人生 你的习惯是 那我自己去查呀 我自己做攻略呀 我自己做准备呀 但是当这个人出现 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说 被宠成小朋友一般的感觉 真的好轻松啊 你会觉得自己是在一个 完全享受的一个层面当中 去和对方做很多事情 比如你们在去旅行 那你可能会发现 你只需要去沉浸在说 旅行旅途当中的美好的景色当中 美好的见闻当中 他带你去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吃晚餐 你就会发现说 自己只用去享受 食物的美好就可以了 就是你会发现说 自己不用去做那些 比较细节化的繁复的工作 因为对方真的是一个蛮周到体贴的感觉 那也包括说是你们告白的时候 他会讲这么长远的一些内容啊 有一种说 好像告白都快变成了一个求婚状态 求婚现场一样了啊 还有这个景牌啊 景牌我觉得说 它可能会是有点隐藏式的这种啊 可能你们告白的场景 不一定会是陌生城市 确实会有一些朋友出行的能量是有的 但是给我的感觉 说实话 还有另外很多朋友 是在熟悉的场景当中 就是会是在你家 或者是他家 或者是一个说 就真的私密性的这个场景 会很强烈的一个地方 对方的话呢 也有可能会是在你家 但是无论如何 他可能会是提前的去买什么伏笔 就是有一种隐藏式的 你看景牌的话呢 他就是从一个水井当中 花很多时间 慢慢的去 赚赚赚出来的一桶水 他是有一种求答案 求资源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说 当时告白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 这种告白的时候 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小惊喜 然后就是藏起来这种状态 让你的话呢 就是感觉到说 很开心惊讶 因为会有一种蛮惊喜的感觉 你会觉得原来我们今天 只是想去做一些事情在的 但是那一天就突然变成了 告白的一个层面 所以会有一种很惊喜 猝不及防的这种说是 快乐的感觉就袭来 就会把你整个人都淹没掉 你会感觉到说 由内到外都是这种 满心的欢喜在的 当天不算很吵 我觉得说你们告白的场景 应该是一个比较私人化 是一个更多是 你和他所熟悉的 安全的一个场景 但那天的氛围应该蛮好的 是一个比较居家 日常的一种场景 但是也不算非常的日常 因为能够看到说 其实对方呢 在心里是有准备 他会准备了一些惊喜 准备了一些表白的一些 小小的这种物件在 会让你觉得这一天 还挺浪漫 结果等他表白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今天真是浪漫到 包表的这个感觉 在像月亮牌出现的时候 这个告白的场景 觉得说是会比较 浪漫一点 然后景牌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偏私密性 那这个指南针 就能够感受到说 对方在去告白的时候 真的说了很多 很真挚的话语 我能够看到 其实他在去告白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有感动到 说是想落泪的这种情形 在因为会感受到 说是这一次的告白 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都等了很久 就是这是一个心知肚明的关系 但是可能会是对于这个感情关系的准备 它并不是那种很快速的 就可能会花很多时间 去酝酿这样的一份情感 让自己的话呢 慢慢做出决定 也可能两个人本身走到一起 就会有很多的不容易 所以让我看到 其实表白的场景的话呢 就是又有一种意料之外 但又会是合情合理 就会觉得他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只是说不确定他什么时间 会把这个真心话去说出来 不太清楚他具体怎样的时间 会让你看到他真挚的情感在 就是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但是相信他会这样做 就是有这样的预感在啊 好 这个是告白的场景和内容 我觉得对方有在去许诺未来 你跟他在一起还蛮踏实的 就是这个人他做事情会类似于说 我做的一件事情我就有目的 我这个目的的话呢 而且是我能够去实现的 不会跨空柄 不会说是跟你讲一些虚浮的东西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然后的话呢说了也是代表自己 想要去承诺和实现的意思啊 那我们再来抽牌看一下 你们两个人就是相识相知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抽牌看一下啊 第一张牌的话呢 是与人牌的腻尾 这里的话呢 相识相知的过程会给我感觉说 一开始两个人再去重逢 或者说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会有一种说躲避掉了生活当中的某个危机 因为这张牌它是什么能量 转过来给大家看就可以看到啊 这张牌呢是一个鱼人牌 快乐的小女孩Alice 即将跳到一个陷阱当中 所以它是有危险的 所以逆围的鱼人牌 代表着说去相识的时候是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就要么的话呢 从一个不顺利的状态当中及时的去抽离 要么的话呢 就是对方的一个能量帮助之下 会让你就是躲避掉一个危机 当然也可能是你帮助对方 因为这里会看到说 两个人本来就是一对的 一条绳上的蚂蚱 在去面对一些外界环境的不顺利的时候呢 会是两个人齐心协力的状态之下 避掉了这些说是倒霉悲催的一个状态 避免生活当中进入到危险的 不可控的层面当中 虽然两个人相识还挺有意思 会有一种说共患难的感觉 虽然倒不至于说是人生当中的 大起大落的共患难 而是起码是会有这种说对队友的一个心态 会觉得说这个人和自己一起去应对危机事件的时候 能够是有相似的想法和感受在的 这是愚人牌的 因为其实从这张牌能够看到说 其实第一次相识并不是带着目的感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们不太像是相亲的层面当中去认识的 哪怕说朋友们有意推荐 但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并没有去真的很想这样做的一个感觉 大部分的朋友应该会是 你们两个人相识的时候 这个目的感是不强烈的 就会是有一种说 因为开心 因为好玩 所以才来到这里 并不是说我要去遇到某个人 我要去收获哪朵桃花 这个目的感不是很强烈 然后当天应该还是蛮快乐的 因为愚人以为的话呢 有一种说 目的感不是很强烈 但是玩乐感觉会很开心 那天应该是一个蛮快乐的状态在的 当然还有的话呢 愚人以为我觉得说第一次见面 其实就有心动的感觉 就是在明显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内心呢就砰砰砰就开始跳 小鹿就跳起来了 但是你可能会是觉得 也许心跳代表不了什么 那一天两个人就是有心动 但是并不会让自己表现的很上头 表现的很着迷的状态 有一种克制的感觉啊 好像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去表露心意 但是这个种子好像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埋下来了 这是给我的一个第一次见面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在 那我们再看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去 就是一对一的这种接触或者是聊天 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来看你们的一个感受状态是如何的啊 不一定说是要在这种第一次就得是约会 就看第一次的这个感觉能量是怎样 星币酒 那第一次的话呢 还是出的安全牌 因为星币酒它是一个具有安全的稳定的环境当中 给我感觉你们第一次的话呢 一对一这种很私下的专一的这种 说是沟通交流会比较建立在说两个人好像是聊一些生活当中 工作层面专业层面当中一些信息 就是性趣爱好生活当中的事情 比如再去聊 你最近的话呢 有没有去考虑搬家 你的工作在去做什么的 你的工作有哪些内容 就是一些很安全的词汇 并不是上来就说 我喜欢你 你要不要跟我交往 没有那么快速 因为星币酒会让人感觉到说 情感还是比较内敛的 是一个偏向于保守状态当中的一个相处啊 所以第一次你们两个人就是一对一去聊天去接触的时候 那一天还是有点中规中矩 但是可以看到说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这个打扮呀 或者说是见面的这个环境啊 还是比较好的 就那天很明显是有装扮过的 并不是蓬头垢面穿个睡衣就出来的这种状态 应该是一个比较得体的 妆容啊或者说配饰啊 不管是你的服装 他的服装都能够看到说是 有在去花了心思 但是并没有那种说是局处的感觉 也没有很刻意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舒服放松 因为第一次没有让我看到很多这种小路乱撞的一个感觉 相反的话呢可能就会是两个人就是谈天说地 然后谈这谈那就是不去讲这种情感上的话题 所以聊天内容是有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 出入的场所的话呢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就是有格调的 然后有氛围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会看到说是装修比较好 或者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文艺份的 你会感觉到说是花了心思去装扮的 不管说是咖啡厅啊 还是说一些外在的其他环境 都能够看到那个环境还是会让人觉得说 还是一个蛮有格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说 两个人第一次有这种说是情感上的这种暧昧能量 去展现出来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我来看这里这一张吗 因为他先跳出来啊 那我们这里是保健一的逆位 是一个有点暗示的意思啊 说实话这张牌让我感觉到说 第一次去流露暧昧的层面当中的时候 我不太清楚大家日常相处到底是打直球直来直往 这种说是霸道总裁似的 嘿我爱上你了 这种感觉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但是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是偏向于 这种说是犹豫一点 因为另外的保健一这个暧昧去表达的时候 类似于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些谐音梗 或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文字上 或者话语上的有一种说是偏差的一个感觉 并不是很直白的说 这种就是你们两个人前期真的会有一点很暧昧的 然后的话呢就好像是在玩游戏的状态当中去跟对方去相处 就另外的保健一你看它就是一个就把这张牌转过来给大家看 再麻烦一下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保健一就是境外的人啊 画框外的人是拿这把保健 那画框内呢又是有一把保健 所以它是一种照镜子 但是又是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我觉得说第一次有暧昧的一个能量在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聊到什么呢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或者说是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 就是就不直白的去讲说是你是不是单身 就是要旁敲侧击的状态去问对方的情感 然后甚至说打听对方或者是怎样 就是没有那种说是特别快速 所以这一个感情关系前期可能就真的是 小鹿乱撞的一个感觉居多 就是小鹿的可能都会替你们长期的一个能量啊 第一次有这个暧昧环境的时候 感觉就是隐隐措措 就表达喜欢的时候就会类似于说 好像说一个人说 最近的话呢要去拿饭局啊 然后问都是谁的时候 可能会说到谁跟谁跟他女朋友 谁和谁跟他男朋友去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之类 就总之来讲就是有一种暗示 我是有在把你当作是恋爱对象 再去交往的这个意思 再去和你去聊天 或者是带你去某些地方 并不是说很直白的先去硬撩的这种感觉 所以会有一种巧妙的一个有心思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是 第一次两个人就是牵手啊 或者肢体上有这种亲密接触 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层面状态啊 有一些肢体上的亲密接触 我们还是用第一张吧 还是第一张 那然后是宝剑二的逆尾 宝剑二的逆尾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给我感觉说 好像是纯情学生啊 你们到底现实当中是不是老司机 为什么让我觉得这里真的 好像就是很有这种说又有套路吧 但是又很单纯 像小朋友去恋爱的一个感觉在了 宝剑二呢你以为第一次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的时候 有点抗拒就好像是半推半就的这种啊 比如说可能你们会是在电梯里面人会操作 然后叽叽叽叽就把两个人的话呢挤到一起 所以会有一种说保护类的 并不是这种说是一偷偷摸摸去牵这个人的手 不是这种状态就会是有一定的这种外界的一个力量 然后去把你推向他或者把他推向你 所以两个人会有这种肢体上的这种接触 有点犹豫的这个感觉在 证明着说真的有一点小孩子在去谈恋爱这个感觉 你们两个人好有意思啊 第一次亲密接触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助理 就要么说可能就是那种电视剧桥段啊 一个人要摔跤了赶紧去拉住搂住 就这个感觉就很奇妙或者说是过马路呢 然后马上红灯就要亮了 就赶紧牵起手就叉叉叉跑过去 就给人一种说是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在 那我们再来一个说是 第一次的话呢就是再来什么呢 再来一个说是你们两个人就是开 那我们就开始看暧昧吧 就是看暧昧的这种能量在的时候 看 出现女祭司 女祭司你们两个人给我感觉说 不太像是这种说 新手谈恋爱 绝对说是伴猪吃老虎的这种类型 就是明明自己可能就是恋爱经验很多 或者是明明都知道说是 怎么去拿下这个人 但偏偏就会是假装自己不知道 这女祭司就是有很克制的能量 证明着说 你们两个人在开始暧昧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是不先亮底牌啊 会有一种说虽然心里知道这份感情存在 但自己其实人生当中也面对很多 所以并不会让自己的话呢 却把这种说是感情的事情速度加的那么那么的快 给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来看看说是到那种很甜蜜的就是表白前的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能量赚还又是如何的啊 那我们就来这一章呢 是一个全章二的逆位 你们这个表白到暧昧的一个过程不算很久 它只是说可能是节奏慢 但是不是代表时间久 因为你们出道的牌都是什么呢 一号牌和二号牌 包括女祭司也是说二号牌 只有一个心必久 给我是一个稍微靠后的能量 所以证明你们两个人 从这个说是暧昧啊 或者说是从认识到开始表白前 这个节奏其实是短暂的 只是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一见钟情啊 或者说本来我们就是有这种说暧昧的种子 在内心当中 所以他可能就会是说两个人是心知肚明 但是又没有那么想要去很快速的把这种情感 喜欢去过渡到恋爱的一个节奏当中 整个时间不是很快 就是属于你知道我也知道 但是的话呢 我我可能都会是在内心当中 把这些情感再去酝酿一下 再去准备一下 就可能会是来自于成年人之间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谨慎感 就是毕竟来讲 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容易心动 但是不容易谈恋爱 因为有些心动 它真的可能会是存在的时间并不久 可能就是存在一个月或者是几天 有的时候这种心动的感觉就立马下头了 所以我觉得确实后面 就是大家可能从年之后 或者是尤其工作之后 不容易去谈一个很投入的恋爱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好像心动带来的一个行动力 它是不积极 它是不强烈的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就来看更多关于这个人吧 因为也来去了解一下他 看看这个人 看看他的一个特质是怎样的啊 了解一下这个人 他是何方神圣吧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圣杯期的逆位 这个人啊 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 他的话呢 不太擅长浪漫的一个感觉在 你如果要是跟他聊工作聊事业 你会发现这个人头头是道 他能够把这些东西的话呢 去讲的就是面面俱到 因为就是一个说会专心生活 用心生活的人 圣 正为的圣杯期会有一种说是 把自己的情感注意力放在幻想当中 一些虚无缥缈的地方去 逆位的圣杯期就是关注现实 大过于一些说是不可控的一些点在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做大于想的 先去做 然后的话呢 再去考虑很长远的东西 当然做之前也会是付出行动 也会是想一些内容 但不太像是那种说 一个近的就只想不做 我觉得是一个他会思考当下 然后知道自己的第一步怎么做之后 他就会去付出行动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那当然来说 他的浪漫系数确实稍微有一点低 不太像是那种说 能够想出大招的这种浪漫大招的人 他的一个浪漫指数的话呢 我觉得说可能会有点俗套 就那种送礼物的话呢 可能就是网上很常见的那种 然后送的话也可能会是 格调感没那么强烈 因为这个人好像心思没有花 在这种浪漫的指数上 让我觉得他心思好像都是在于 说是他的生活 或者说是他的事业层面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现实当中 如果他事业一般般 那他可能就是不擅长 圣杯六的逆味啊 圣杯六逆味的话呢 证明着说这个人是一个朝前看的人 他不会被过去的东西影响很多 所以你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可以去放心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人他不会去吃回头草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说会过度的被回忆所去缠绕的人 过去再美好对于他来讲 可能要去放下的时候也需要去放下 那么你就会放心大胆跟他接触 就会觉得说其实他的人生更多是在来自于未来 或者说是属于未来的 好 然后的话呢 是一个权杖二的逆味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做选择真的会犹豫很多 而且是一个很谨慎的态度啊 他这里的能量让我感受到说 其实是一个说 在去做二选一选择题的时候 确实会犹豫 因为很谨慎 他会是有一点说完美主义的倾向 可能就会希望自己做到事情的话呢 比较的具有说是成就感 就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分行动坏了 一分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另外一个的话呢 也让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是重感情的 但是他的生活好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让他再去面对感情的时候 会有一种说 感情是生活当中的点缀 生活还是以这种说是其他的这种东西会 更重要一点 所以我觉得说他会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东西 都分成一个块块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就可以代替所有 他不是事业脑 他并不是只有事业就快乐的人 我觉得他会把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都平等的对待 平等的去考虑 所以你不会感觉说爱情不重要 但是只是说这个人影响 爱情影响不了他的全部 他是一个会比较注重思考 会主动说是均衡调整的人 所以这个人应该会是属于这种说是情绪的一个掌控之 掌控率比较好的人 你不会觉得说是他特别特别的在某个方面当中搞极端 他会是一个说可控的一个能量 可控的情绪会更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说有智慧的人 他的智慧的话呢 并不是说用在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层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骄傲的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做事情的话呢 不会让自己处于一种很难看的境地当中 就是他会是适时的放弃 在去该去做选择的时候 或者说是该去后退的时候 他会及时的调整 他不爱装男强 因为对他来讲壮男强代表不了说是什么意义 对他来讲的话呢 就是要去合理的去应用 以及调整规划自己的人生 不能够让自己就是为了某一个因素 一直处于说是比较极端的状态里面啊 再来看这个人的能量 那我们然后再抽到的保健期 这个人其实一路走来还蛮不顺利的 因为保健期代表的能量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会是经历过了一些小人的影响 或者说是这种小人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外在表现的会比较谦虚一点 不是那种趾高气扬的人 因为他会是觉得说生活当中 往往会有一些人会心存忌妒 那么在去面对人生或者是经容自己人生的时候 就要去小心谨慎的进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是这个人并不会让自己的话呢 锋芒毕露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可能会是谨慎的去和其他人去相处 而且这个保健期的话呢让我感受到一个能量 就是这个人他会是一个说比较有想法的人 但是他并不一定说是会让自己处于说是特别糟糕的一个层面 或者是镜里面 比较有警惕心 比较有戒备感 就是属于那种说你觉得和每个人关系都挺好 但是的话呢又会和其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所以可能就是你会发现说是有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像花花蝴蝶一样 周围围绕很多人 但是可能就会是说他其实始终是一个人的这个形象 心里是有点孤单的 因为可能曾经被伤害 所以在去面对人生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说是保持距离感 就是认到大家就一起开开心心的认到 但是的话呢当我决定是去进入到我的独处时间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是过多的留恋这种热闹的场景和生活啊 再来一张牌吧 这个人确实他的性格的话呢 是经历了一些内容在的 圣碑石的逆味啊 圣碑石的逆味 他的原生家庭的话呢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能量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 因为细细一些伤害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当中啊 从他的能量来看 他水元素是比较多的 证明这个人对待情感 他是比较柔软耐心的一个人 也是重感情的人 但是我没有看到说是他过多的留恋情感 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是属于这种说 想要把情感留给重要的人 想要把感情留给说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会比较珍惜自己的能量 不希望说是在不对的人身上花过多的时间 这个人呢 其实你要是真正的走向他 你会发现说 这个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确实经历很多 人生当中也看了很多 感受了很多 所以在去看待人生或者感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有一种豁达感 他有一种通透感 但是他这个人应该会是比较谨慎的啊 从这些能量当中让我看到说 是一个会在感情当中受过伤的人 不管说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爱情 能够看到他是和人去 有一点表面上大家就是很关系很好 但是其实内心是有疏离感这样的人 好 那这个呢就是对方的一些能量特质 我们再来抽牌看看说 你们这个感情关系的话呢 到底说啊会有多甜呢 来看看啊 第一张牌呢 我们就抽到了一个节制的能量 节制这张牌会让人感觉到说 感情关系里面的疗愈力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是相互疗愈的一个层面 因为对方他也是说曾经有过不顺利人生的层面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可能会再去面对人生的变动或者是起伏当中的时候 会感觉到说和这个人是有一些共同话题是能够去聊的 所以我觉得节制在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能量 毕竟节制牌它的上一张牌就是大牌当中的死神牌 而大家的话呢也是处于一种说是有死神能量的状态 就是你会有一种全新的开始秀这个人去带来的 也许这个人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遇到这个人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说人生会有这种新的疗愈 你会看到说是自己曾经去熄灭掉的梦想 在这个人身上又重新的燃烧起来 又重新的去建立起来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那同时节制牌的话呢 它也是一种连接力嘛 对不对能够看到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去旅行啊去看不同的风景啊 也包括说你们这个感情关系是一个赐予的能量 然后去一个照顾的能量是很强烈 因为这个节制牌可以看到说 就是这个水它都已经流出来了 它是一个满出来的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说是五杯水 就可以填满我的内心的时候 对方他可能给你十杯水 因为你可能问对方要的时候或者心存期待的时候 你是整个人是比较谨慎的 你会害怕说自己要的多 别人会讨厌自己会觉得自己烦啊 但是其实不会的 对方会觉得你要的太少了 他会想要给到你更多 所以这感情关系的甜蜜感就在于说是 你觉得你只是想要一个半 却不清楚 却发现说是对方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 他能够给到你的都带到说是你的身边来啊 是一种说是需求 然后是一种说是需求满满的去满足掉了 然后的话呢是远超你的需求的一段情感能量 然后还有圣碑四啊 圣碑四的话呢 这感情关系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接触之后 就会是觉得说眼里只有对方的一个能量 因为这个圣碑四有一种说 其他人都不想要 但是仅仅想要去走向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为你而拒绝一些桃花 或者是你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人而去拒绝一些桃花 从这个圣碑四来看 就是两个人就是建立了某一种的这种说是联系的感觉在 但是可能会在这个人之前 你和他都会是觉得自己身边的一些桃花 称不上什么好的桃花 称不上是这种说是能够去疗愈内心 能够去让自己感觉愧足的桃花 不会说说哎呀讲错话了朋友们 然后的话呢 不会让你产生丰盛感觉的桃花 所以你可能就会说 并不想去被他们牵起你的手 并不想去接受他们对你的告白 而当这个人到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说这整个人都变了 同样的话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 你就会觉得好好听啊 所以就是有些事情是因为人的原因 赋予了他特殊的意义 你有的时候一朵玫瑰花 我们自己也买得起 但是为什么不买呢 是因为说是送花的那个人更重要 是谁把这树花 这朵花递到你的手中 这个意义感 他会说是因为这个人而变得说是更鲜明起来 你会觉得说爱你的人送的玫瑰花 它是代表爱 然后不爱你的人 然后递到你手中的玫瑰花 它就真的只是一朵花 情感的话呢 可以去赋予更多意义 我觉得说这段感情关系的甜蜜感 就是它能够让你觉得之前你不吃这一套的 你觉得说这种东西哄小孩子的 我不会说是对这种东西戏码上头的 但是因为换了一个人就是他呀 你会觉得说啊好甜啊 我好吃这一套 我就想要这一个 所以就还是因为这个人的原因 让你会有一种说从头到脚从内到晚都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整个人是会产生这种说是对人生的一个新的这种期望感 甚至说有些时候其实有一些人 他用一些说是追求你靠近你的方式走向你表达情感的时候 他的方式也不会让人讨厌 但是你就不会心动 那还是说这个人跟你之间的能量磁场 他无法让你产生这种说是渴望的感觉在 那这个人不会呀 他就会让你产生这种说 其实感情当中会有很多的能量在 心臂其实的逆味 这里的话呢让我感受到说 你们这个感情关系可能就会两个人会放下这种说是为工作忙碌的脚步 然后花更多时间去走向对方去靠近这段情感 因为众位的心臂其实有一种说为工作忙碌 在工作上面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众位的身臂其实呢 尽量让自己从一个忙碌的状态当中去停下来 去看向这个人 去走向这个人 让自己和这个人之间建立更多的一个情感的联系啊 还有圣碑的女王 这个感情关系当中 女性绝对站在了一个大女主的状态当中 因为圣碑女王嘛 女性的一个话语权和位置感觉达到了一个说 非常重要的层面当中 所以你们这个感情关系如果说就是你是女性 那可以看到说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是多么的幸福和甜蜜 因为你都是圣碑女王了 所以你一定会是能够在这个感情当中感觉到自己的话呢 是非常强烈的爱上了对方 那如果说对方是女性的话呢 这个圣碑的女王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方拥有圣碑女王一样 就是很强烈饱满的爱意 对方能够给你说是满满的这种爱的馈赠 所以真的会是甜蜜感就在于说它是真心的爱 即使说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辛苦和不容易 但是这份爱的话呢 是能够去让你的内心去感觉到馈足感 会让你的内心去感觉到丰盛感觉 因为我为什么说每次想说丰盛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去说溃吧 这明明是不搭编的两个词啊 也搞不懂今天为什么想要说这个 我觉得是我的潜意识在去提醒我 你们两个人在去相遇之后 就是一些感觉很匮乏的东西 会因为这个人而满到说是溢出来的一种能量 所以会是一种说被小心去呵护 认真去对待的一个感觉的层次啊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 这个感情关系能够看到说是 甜蜜感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来说水元素就占了两张嘛 对不对 还有圣碑女王这种说是比较重量感的一张牌 让我感受到说是这个感情 他在去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会珍惜对方 会是觉得说自己遇到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真的就是恋爱的感觉会是因为说是爱的原因 然后的话呢爱的能量会是产生说是 特别不寻常的意义出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能够是在过程当中 给予对方最想要的那种情感 就是也许你最缺乏的东西在这个人身上 能够去很好的去得到疗愈得到满足感这样的一个层面 好然后我们再来补一点说是审余卡 看看说你们两个人会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会发生啊 有什么特别的美好吗 哦是一种原谅的感觉 有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在被过去伤害 然后因为过去的一些原因 当下可能你会觉得说前人对于你来讲 然后什么都不是 然后的话呢什么都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人到来的时候会让你放假的 并不是说所谓的前人 而是来自于说你人生的过去 可能会有些朋友的话呢 遭遇了说是一些不好的人的伤害 会导致说你现在的一些爱情当中的标准和规则 虽然它可能同样让你难受 但是你会觉得这是我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我去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我去规避掉这样的一些人 就会让我免得说是我会在过程当中被他人伤害 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都是源自于说是过去的人生当中 因为一些说不美好的事情 然后导致我们去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但是可能我们也会在过程当中 因为这些而被去就是丧失掉 或者是错误掉一些感受快乐的一些层面 可能有些朋友过去的话呢 可能会是对他人付出很多 所以你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 就是我再也不要在感情当中为他人付出 但是付出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而且就是先付出才会说是有更多的回馈 而且也会是在付出之后 别人能够去更明确的知道 你想要什么样的一种爱 我觉得这段感情关系特别的点 就可能现在听起来觉得说放掉过去 好像是并不是什么特别 但是也许当这人出现的时候 这个人他会对于这件事情 然后赋予特别的意义 你会感觉说内心有一种被救赎的能量 心态会变得就是非常的轻松 好然后还出到了秘语的这样的一张牌 可以快见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然后特别的地方的话呢 可能会是在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发生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那我可能就会有些朋友也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去遇到对方啊 因为你们这个特别就是特别的一个故事的话呢 让我感觉到说是发在发生在旅行相关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 然后比较有意思特别的点 就这个人可能会是成为你人生当中的种证员 你可能会是感觉到说 自己和对方相处的时候 最终你们是有了一个 说是幸福的旅行来自于说是 和这个人去签订一生啊 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蜜月的牌卡出现的时候 肯定来说 你们两个人是能够走得特别长远 当然这张牌卡就是 且不论特别远的过去 特别远的未来 那我觉得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你们的未来一定说是甜蜜感居多的一张 一个感觉在啊 然后的话呢 还有就是这个小朋友 感觉就是两个人之间 真的很像这种说是小朋友一样 在去谈恋爱 小朋友之间去相处 爱意的表达 然后爱的传递都会显得非常的简单 也许我们可能会去经历一些复杂的感情 需要在感情关系当中谨言慎情 需要让自己的话呢 克制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情关系到了最后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呢 放松感和轻松感是非常强烈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哎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好像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压力了 就更多是轻松和快乐 有一种说是 虽然可能已经经历了很多 没有办法那么的轻松 但是这个感情关系 把你拉入到说是 人生里面最单纯的最纯最纯粹的那种的快乐当中 年小朋友去表达爱真的就是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就要亲一亲你 它是一个说非常直接的一个情感的流露和表达 所以你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会觉得说 所有的爱意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 过去可能不敢去说爱呀 但是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发现说其实爱意的一种说是流露真的会是比较轻松简单的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也让我感觉到说是这张三张牌 看到你们就是发展的小故事的话呢 会有一点说是和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这个前世的牵连感啊 就是过去你们是上次的人生剧本当中 你们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这一世的话呢 再重逢再相遇再有一些故事延展 也是说为什么你们会在一开始相遇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就产生了那种说 很巨大的一个羁绊的一个感觉 会对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说是体现 都是源自于说是 你们过往人生上次的人生剧本当中 发生了一些说是很特别的故事在 其实这个感情关系 我觉得你们再去经历的时候 就感恩常在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感情关系有让我觉得救赎的能量 是最强烈的可能有些朋友经历很多呀 或者说是不轻松的能量太多 会感觉到自己缺乏这种说 拥有爱珍惜爱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个人人这个关系会让你焕发心声 会让你觉得说自己重新拥有了一些爱的能力 你也会是觉得其实这个感情关系 让你可以去放下一些对有毒能量的执念 一些有毒的东西 它可能在我们不清楚的时候 不确定的时候 反复的伤害我们 但是这个感情关系它会来救赎你 然后的话呢 带你会离开这种说是不好的一个状态 你跟这个人会有一段非常美好浪漫的爱情的旅行 好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的所有信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也祝福大家可以说是在接下来生活当中 快点的去迎接属于你的爱的表白 好 那就这样 非常感谢哟 记得领取好运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 那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接下来的话 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帮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的状态是如何 也是帮大家来去确定 是否选择到了政治的分组 那我们现在就抽三张牌看一下 哎 第一张呢 是星币的女王牌 这张让我感觉到有些朋友 在事业当中的一个重点 或者是注意力是蛮多的 就是你可能会让自己 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事业呀 自己的人生啊 是否顺利 所以可能是事业 学业上 会更重要一点 因为星币女王是注重现实的 而且会注重现实当中的稳定感和安全感 所以可能你再去寻求一种说是 自身如何能够更顺利轻松的状态的时候 你会把重点放到自己的视野和学业当中 或者是你的梦想层面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同时这一组朋友应该会属于这种 性格偏沉稳的类型 就是心里很慌乱 但是会让自己外在表现出来的 是一个平静的 然后能够去有稳定情绪的一个状态当中 心里哪怕有慌乱 但是也会让自己紧着重要的事情去优先处理 这组朋友应该会是眼睛比较好看 说话呢会是这种不疾不虚的这个状态当中 好这里是权杖八 虽然说你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性格 但是其实你处理事情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因为你特别会抓重点啊 给我的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权杖八呢就是目标明确 当你确定某些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 我觉得你是会积极的去处理 就有些朋友甚至是有一点小小的拖延症 但是也会是在最后时期之前 最后期限之前去把这个事情顺利的去完结好 但是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不仅是眼睛好看 会有大长腿 以及说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头发的话呢 会是比较的就是飘逸一点 就是你的发型可能不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护理 天然的这种状态之下 就会是足够的吸引人的注意力了 还有呢可能会是有些朋友最近在一个 频繁的外出的状态当中 就你可能会在旅行 或者说是频繁的从一个城市 去往另外一个城市的往返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两个办公地点 两个层面 就会有一种说是就好像很赶的一个状态 有一点忙碌啊 最近有一点说是可能要去做的事情太多 就不是一件事做完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有些朋友是两手抓甚至说是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在去做的一个过程 所以会有一点说是忙碌 但是你确实效率很高啊 就是有些事情同时做的时候你也不会出错 抽到四张牌呢 我们就看四张牌吧 分别是星币五和我们的保健六 这四张牌给我的感觉的话呢 会有一种说 好像有一部分朋友啊 现在的话呢再去朝着自己的目标进行 但是你刚刚度过了人生当中的某一个不太顺利的阶段 因为这个星币五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匮乏感啊 或者的话呢是一些小的这种事情上的这个尝试 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努力 不算说是非常的轻松 但是星币五给我感觉说 即使你很艰难或者是某些事情不顺利 但是你可能也会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 还有这个保健六有一种疗伤的感觉 确实会是有一些朋友近期在处于一种 频繁的变动当中 就是在路上的感觉会稍微有点多 我觉得说有些朋友你的人生重点 在事业上 在梦想上 学业上 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呢 你会是觉得说 自己在感情当中是经历过什么不好的东西的 然后经历过那段阶段之后 你像是有了什么PTSD之后 然后的话呢 再去看感情的时候就很犹豫呀 就是哪怕知道也许这个感情关系再继续下去呢 带给自己的可能是幸福和安稳 但会是因为缺乏尝试的勇气 所以宁可错过也没有去积极的进入 就是你会尽可能的去筛选掉 让自己感觉到不安全的感情关系 就是宁可就是让自己去单身的快乐的生活 也不想让自己在一段不快乐的感情当中去勉强的层面 那这里可能会有些朋友最近会发现自己看东西的时候容易模糊 就你会感觉到说好像视力有在去增加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佩戴近视眼镜的人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这个眼睛好像戴着有点不舒服了啊 可能会有想去调整的一个层面 会有些朋友有在去考虑换发型 但是可能会是上一次换发型的经验不算很美好 所以现在有点纠结 到底应该去哪边去调整换啊 会有这样一个能量 次元素的话呢也是什么呢 火元素土元素风元素 感情这一块的话呢 稍稍有一点匮乏的一个感觉在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进入到说是我们的一个正题当中 今天来看呢 有人即将向你去告白吗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告白的场景和告白的内容会有哪些 我们来抽牌看哦 好第一张的话呢 是一个太阳的牌卡 太阳牌证明着说 告白的场景绝对是你喜欢的那种 就是你会去到这个场景 不管说对方今天干什么 当然是合理范围的行动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是你喜欢的地点 有些朋友会有这种说是梦寐以求的一些场景 就比如说是你是对某个风格的地方 是非常偏爱的 或者是你会认为这说 某一个人的这种说是求婚 或者是表白的一个场景 成为了你内心当中的梦想 你一直都会想要去实现的一种 场景会在这个人身上成真 因为会有一种说是终于实现的这种感觉 真的超开心 你去到那个地点 你会觉得说产生一种 如果然后这个时候 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你会觉得心态会特别的 就是喜悦 或者说是你会觉得自己的心里面 会满满的这种幸福的能量 所以这张太阳牌 让我感受到瞬息 就有一部分朋友啊 你会说是很开心 与说是自己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去被表白 因为是你喜欢的 绝对是你心里面最挚爱的那种场景 所以这个人肯定说 在去表白之前估计会套你的话 会问一下说说 哎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地点的话呢 很漂亮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场景 或者会去留意观察你的一些社交动态 会看你到底转发了什么 然后比较浪漫的场景 我觉得一些东西就是通过 说是观察你 或者是问你 然后的话呢 去知道一些东西 当然我说 我觉得说对方应该是比较有情商的人 并会直愣愣的说 哎你喜欢的表白场景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说是这么傻愣 但是的话呢 太阳牌确实会是觉得 你很开心 你很喜欢的一个地点 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说是 不一样的一个标准在 但是我觉得太阳牌 这个地点是你喜欢那种 哇还出现戒指的牌卡 戒指的话呢 证明着说表白的时候是可以去收礼物的 就对方还是准备了一些惊喜在的啊 这个戒指的能量有让我觉得说 在去表白的时候的话呢 对方有一些很真挚的一些发言 也会有这种说是代表真心的礼物会送给你 那同时这个就是表白告白的一个场景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真是花了金钱去布置的 有一种说是被一些说是 就是很刻意的去装扮 或者是说是去用一些摆设 摆件的话呢 去给他去搞一下 然后或者说是去到一个非常难定的餐厅 或者说是一个消费很高的一个地点 就这个地方是需要花蛮多钱的 可能对方的话呢 他也是很在意这一次的告白 所以真的有一种说是 不管是从心思上 还是从这个说是时间上 都能够看到说 对方是准备的比较久的一个层面 不是心血来潮 是一种说是精心的准备 根据你的喜好去定制 完全的话呢 就是想要去给你一个 你梦想当中的这个 就是告白的一个场景在 所以要么说这个人本身的话呢 是比较具有浪漫细胞 把告白这件事情看得超重要 要么的话呢 就可能是对方 他实在是特别的爱你 他会觉得说必须要去按照你的喜好 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标准去进行 有给我这样的一个能量在的啊 那我们再来抽牌看 出现云牌 我觉得说就是这一组朋友 对方去告白的这个场景 说实话让我觉得是户外的 有可能性会大一点点 就是来到了户外 在一个说是非常明媚的 然后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去跟你去表白 而且就是我觉得告白的场景的话呢 可能会是 有一种说被记录的一个能量 就是你们后面会可以是 反复的去观看 所以我觉得说 他可能会是自己录像 或者说是找一些人来录像 但是我觉得你们 这一个表白的场景 应该会是说 对方自己去录像的一个 可能性会比较强烈 虽然是户外的场景 但是我觉得好像并不是人尽皆知啊 并不是要上新闻的一个程度 好像就还是会是在一个 尽量保持一定的这种说是 安全感的一个层面当中啊 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是 就是特别有压力的这种状态 但是的话呢 从这个云牌来看的话呢 让我觉得可能在表白之前 你们两个人发生了什么误会啊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 导致说表白的时候 其实也是为了去调整 你和他的某一种的状态 就两个人之间好像之前 有什么小小的误会啊 不愉快啊 什么样的事件 导致说再去告白的时候的话呢 两个人之前 是有一点小小的别扭的一个心态 但是这个告白像是说 把一些疑虑全部都赶走 让两个人之间新与新的距离 连接的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情况在 那也说是这个放大镜 就我觉得表白之前 两个人可能是 好像是进入了这种 说是情感的一个低谷期 所以这个告白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很有用的点 很及时的点 就是来自于说 你们两个人会觉得 这次的告白 它的意义就在于说是 你们是能够借助这次告白 去把一些东西的问题 彻底去解决了 它会有待有一定解决问题的方式 去告白 也包括说可能就是 有些朋友这个感情关系 一开始它是伴随着 什么样的一些不顺利的因素 就比如说可能两个人有异地呀 或者两个人有一些小小的年龄差呀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就可能在去表白之前的话呢 会因为这些东西产生疑虑感 对方会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迟迹下来了 对方会不会说是 因为这个感情关系 然后的话呢 这些状态 然后就放弃这个情感 所以这种疑惑的一个心态 是一直蔓延着的 但是在去表白的时候的话呢 因为说是像这个戒指的牌卡 它是明确的给出了一些 关于未来的一些设想 关于未来的一些感受 所以其实的话呢 这个告白的过程当中 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确实的话呢 能够去真实的展现 两个人之间情感的美好 甚至说是把一些疑虑 彻底就是消除了 所以两个人就有一种说 豁然开朗 觉得说原来这个感情关系 在对方心里 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是非常就是说 就是认真在去留意和关注的一个能量 所以其实这个情感的话呢 它在当下就许可去发生告白 这件事情是特别好的 它是让这个感情关系之间 两个人的心距离更加的紧密 就是其实有时候的话呢 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说是徒劳无功 看起来好像是浪费了一些钱 但是其实不然 它能够让我们的心中 升起更强烈的信念 对于未来的感情规划 对于说是这个人和自己的连接度 会有更深刻的认知 因为你是看到说 这个人他是愿意为自己去付出的 愿意在自己身上花时间和精力金钱的 你看到他的诚意的时候 有时候哪怕一段感情关系的初始阶段 会进入到会因为一些自身的原因 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说是危机感 但是其实这些危机是能够去解决 能够去破除的一个层面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能够看到说是告白内容啊 真的会有一种说是对于未来 一种信心的承诺 那我觉得说对方会是明确的去表达 自己对于这段感情关系的在意程度 也就是说是告诉你 他对这个感情关系的诚意 他愿意 也就是说是期望这个感情关系的 未来发展是如何 我觉得当出现戒指的时候 这个人肯定会有说是对于未来 非常强烈的一个说是期待感 就是他会是告诉你 他未来会希望这个感情关系 如何发展如何推动如何去调整 我觉得他这个心态是很强烈 就是对方会明确告诉你 我向你告白 并不是说我临时起义 而是我真的做好了说是 想要把这个感情关系 去长久的发展接触下去 因为他会是确定 自己的内心当中是只有你的 他是不想放弃这个情感关系的 所以这个表白的场景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对方是不害怕自己 被拒绝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态在于说是 他一定要去积极的去为了这段感情关系 勇敢的奔赴以及付出 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能够看到 他的勇气的感觉是很强烈 因为他会觉得说 这只是他对感情的一个说是 态度的展现 未来他还会在这个感情当中去做更多 去努力更多 是会希望你能够去看到他更多的诚意 所以他其实并不会说是担心什么 这次表白场景如果失败了 大家不能做朋友啊 或者不能够再见面呀 或者表白不成功 别人会不会笑自己啊 我觉得说他是愿意让别人看到 他表白的一种场景 以及说是表白的过程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状态 这个局面并不是长期的 自己未来一定能够去拥有你 得到你 他对你的这个诚意的话呢 是一种非常坚定的一个层面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些内容啊 就是看一下你们两个人从这个 相识啊 相知啊 然后最后这个暗面的能量越来越多 再到告白 这段时间你们都发生了什么啊 我们就是想到哪里 看到哪里啊 比较随性一点 再来看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你们的一个状态感受是如何 说塔罗牌来看了 第一次见面是一个星币的试者 这张牌的话呢 一看你们两个人就会是有一种说 再去有什么样的一个同行业交流的这种感觉 有一种座谈会 对 我觉得说第一次见面出现土相能量的话呢 代表着说是有些现实环境当中的合适 就是要么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是这种说 因为工作业务有一定的连接感啊 可能会是同一个行业当中的 大家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或者是同一个企业也或者说是在网络当中 然后去建立的这种联系 但是其实还是会给我感觉说是两个人即使线下见面啊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也是说是在这种说是比较踏实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看到 其实能够看到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话呢 两个人会是一种说是默默关注的感觉会更多一点 就是两个人可能也会去聊 但聊的是工作或者聊的是一些和风花雪月无关的一些话题 就是聊天内容还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土相的话呢 一般来讲都是会聊一些就是不说错的一个话题 而且当时的话呢 这种这种情感的流露不算很强烈 就顶多的话呢 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特别 然后去多多的去关注对方 但是你说去具体言语上的表达 我觉得这些层面让我看到说还是克制的啊 就是去官网居多 但是会要一些联系方式 就是你们两个人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之后 就没有见了 但是我觉得它会存在一定的取决感 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是对方直接要这种联系方式 或者说本来你们就是线上线上认识 然后的话呢只不过说很很久之后才会在这个线下去见面 但是这个心必试者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是在线下认识 然后联系方式的话呢可能会是托一个共同的好友 然后去要或者的话呢就是稍微曲折的一种层面 因为就会是一种说心里想走向你 但他可能会找一个中间人走一个曲线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而且就是偷偷去看 偷偷去看的一个信息的能量会很强烈 就是你会看他的 你看像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跟其他人聊 然后或者说是他在看手机 或者是他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没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后或者旁边有一道眼神存在 是一直想要去盯住你了解你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估计来说的话呢 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然后的话呢但是会比较收敛一点 比较内敛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第一次见面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还有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见面是一些饭局啊 饭局的一个层面 两个人就是可能会是一些座谈会啊 或者的话呢朋友之间去约会见面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讯息 就和这个说是多人环境相关 我觉得说你们第一次见面是集体环境啊 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再来看第一次的话呢 就是两个人去一对一的这种状态去聊天 因为第一次见面给我的感觉不太像是一对一啊 而且第一次人都有点刻着 那我们就来看第一次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聊天 不管说是网上的还是线下的 看到底说第一次一对一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好一对一的话呢是一个保健三 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人的话呢 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有这种吐槽的能量啊 因为这个保健三其实还有点扎心啊 扎心就是原本一件非常期待的事情 你看这都是生日蛋糕上面插保健 证明着说原本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但是的话呢遭到了破坏 所以第一次见面的话呢 我第一次一对一的聊天有点类似于倒枯水 啊我好惨我最近怎样怎样的 或者的话呢就是找对方去解决问题 就是恰巧你想要的东西他有 当然来说也可能是他想要的你有 就是一种互帮互助的感觉在啊 但是的话呢可能就会是因为第一次去一对一去聊的时候 讲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是见证了自己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不一样的这个经历 所以会觉得两个人距离就是有一种说瞬间拉近的能量 因为保健三本身说实话第一次见面 他是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一个层面啊 也包括说可能会有些朋友 就是如果本身你就是这种小乍毛的脾气 那你们可能第一次见面一对一聊的时候 有一点话不投机哟啊 你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 他第一次的见面 他和你之间第一次一对一的去聊啊 第一次一对一的聊我觉得说是有关于说是一些不愉快的情形 但是我觉得他是因为第三方的原因而变得不愉快 所以的话呢并不是你觉得这个人不顺眼 也不是他觉得你不顺眼这种情况当中 而是可能会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没有办法去达成共识 或者的话呢就纯粹是在去聊一些你烦恼的事情 或者是他烦恼的事情 然后的话呢另外一个人给予帮助 会有一定的这种求助的一个能量啊 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当然来说就是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给我感觉说是有一个人本身是好像 那段时间挺不顺的啊 所以的话呢是寻求庇护和帮助 嗯所以我觉得说会是要么你给他 要么是他给你的这个层面 来看看说是第一次两个人发生这种说 暧昧的一些讯息 就是有一些暧昧的能量逐渐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是一个星碧女王的逆尾啊 这有一种趁虚而入的感觉 尤其是和女性相关啊 女性相关 因为这张牌是星碧的女王 然后的话呢正位的星碧女王是很稳定的 因为的星碧女王代表女性那一会儿的话呢 可能会是有一些世界上的不顺利 就心情上有点焦虑或者说是糟糕是来自于说是生活当中 或者工作上面是有点受挫的一个能量 就可能会是非常需要安全感 所以就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些契机的 就会是类似于说这种 在某一个人特别需要的时候会有一种打开自己的状态 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一个人生活的太好太开心了 所以在去面对一些人生当中的可能性的时候的话呢 会觉得说哎 这个还不错 但是我不一定需要 就是一种达到饱和的能量 即使说是单身 也会有这种达到饱和的感觉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次长 就包括说我们现在其实很明显感觉到 对不对 你是在一些商店当中看到你想要 你喜欢的某个东西 但是你不一定会买 因为你会觉得说是 也许自己的话呢 现在并不需要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当时你们两个人第一次有这种暧昧的能量的时候 是因为女性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事业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会有这种说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 所以的话呢 应该是 就是另一位的话呢 就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同性的朋友来看 但是的话呢 你们同性的朋友来看的话呢 这个女王的话呢 可以去对应关系当中偏向于女性 女朋友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能量 好不好 这样你可能就会明确一些 因为毕竟大众像的视频可能就是有些信息 没有办法去讲的很精确 大家适量去对应 可能就是关系当中偏向于女朋友角色的那个人的话呢 生活当中是有一些问题的 触发安全感 心灵会比较脆弱 会需要偏向于男朋友角色的那个人去给予帮助 所以的话呢 暧昧的能量就是由此而产生 而且就是感觉要说 这个暧昧的一个感觉是来自于女性的一个能量 就是她会从内心当中 她是需要一些爱的能量的去进入 因为可能就是说 就是女性平时是一个说自己的生活啊 状态安排的就挺好的 而且可能会事业心很重 然后平常整体是以视野为主要的一个安排内容 所以当这个生病女王是逆位的时候 就是女性那边的能量出现了一个缺口 所以她可能会非常需要爱 需要情感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一些暧昧的东西就逐渐的去产生了 就是这样讲讲有点趁人之危 但是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而是就是一个人 然后和另外一个人之间的话呢 如果就是平行状态 它是不可能相交的 必须要是有些能量磁场 发生转变了 才有可能说是有更多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容 就是说第一次两个人有些肢体上的这种亲密的接触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好不好 第一次 好 我们抽到的是星臂骑士的逆位 骑士的话呢 就会是一种向外走的能量 逆位的星臂骑士 你们两个人真的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说可能啊 会是这种生活当中 或者说是这种工作当中 然后有很多接触的人 要么你们可能就是同行 然后非常多的这种相关的信息 就是能够去一起工作的人 要么的话呢 你们可能就是这种生活当中 比如说是刚好是住一个小区 一栋楼 这种说是能够经常三不五十见面的一种状态 然后第一次有肢体上亲密接触的话呢 会有一种说是失重的感觉 有一丢丢的这种说是意外的能量 或者说是英雄救美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从第一次爱面的体现 到说是第一次有肢体上接触 我觉得是前后脚 其实还挺快的 就可能前期的话呢 比较克制一点 但是当人的能量出现缺口的时候 其实很快速就会引发一些后续的一个变动 所以会有一种说是两个人之间 可能会是因为说是 哎这个人的话呢 可能是说什么呢 就比如晚上出去玩了 然后的话呢 不能自己开车对不对 玩的时候 玩完之后的话呢 肯定就有一点晕乎乎 有些条件是你不可以的 然后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接另外一个人 就有一种说是去接住的这种说是 实用的能量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可能有一个人他是有点不舒服 没有站稳啊 然后怎么地的 就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这个心臂骑士的话呢 因为他是牛 他也会带着一点说是啊 好像就是心里想 但是的话呢 并不是刻意去安排 并不是说一个人站到那 另外一个人走到那 就直接牵手走 他有一种说是 好像受一定的这种能量影响 然后所以会有这种说是呢 牵手或者拥抱的一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第一次亲密接触 可能就会是一种说大的这种接触 并不是说拉拉小手 然后的话提提脸 就可能说是 就会有一种说是 整个人的身体都会拥抱住的这种感觉 所以真的会有一种说 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集体 就整个就给抱起来这样的一个能量 或者说是就 最差也只是拥抱 然后最多的可能就会更 更多的一些说是这种身体上 那种亲密的这个接触了 第一次就是大一点的这个 这个感觉在 就整个人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不排除说有些朋友 本身你们是这种 就是比较洒脱心态的 就说不定你们第一次的这种说是 肢体接触就 就真的开大 就可能的话呢 第一次就会是吃苹果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是你们两个人开始 就是第一次的这种说是 有点就是偏情侣的暧昧的约会 你们是在搞什么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 出现一个保健时的能量 保健时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来一个保健时 我怎么感觉说有一点相互取暖的一个层面 你们两个人就有一种说是平常很独立 然后的话呢 在需要对方的时候一定会伴随着说 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不轻松的一个层面 所以老给我一种感觉说 好像这个感情关系有点像加油包的这种感觉 雪包 加油站 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第一次的话呢 应该会是有一点类似于说是夜晚的一个阶段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有点直接 就我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说慢 也挺慢 因为第一次见面都挺刻的 你要说快也挺快 然后从这种说是有这个暧昧能量产生 到这种说是正式的一个约会 真的可能就是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事 就真的很快速 前期就好像说是在这个说 从认识到暧昧这个过程当中 拉的会比较久 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快速的感觉真的很强烈 因为这个能量的话呢 就是一种人物牌卡会很多 人物其实不管它是星臂牌 还是什么牌啊 就是都让我觉得其实还挺快速的 而且就是你们两个人本身 可能就比较清醒一点 比较理智 然后其实没有那种特别特别黏糊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水到渠成 然后需要就会说是互相靠近的这个感觉 说这么多铺垫的话呢 真的会让我感觉到说 第一次你们的这个暧昧的这个接触的话呢 可能会是伴随着某一个人的崩溃 所以就会是一个人带另外一个人去开心 会有这样的层面 但是的话呢 就可能会是说什么地呢 就是你们这个约会就有点不那么像那种传统的一个约会啊 要么的话呢 就是可能一个人的话呢 沉浸在自己的一个不开心的一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女性 女性和这个人在去相遇的时候 我感觉说这个人好像是来去救女性的一个能量 就是如果你是女性呢 对方来救你 如果说是对方是女性的话呢 那我感觉可能就是你就他 就这个拯救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啊 两个人之前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 然后就是平行了好一段时间 后面再去相遇的时候 所以这个关系是会伴随着一定的筛选啊 有一个人桃花有点旺 或者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人 不管是不知道是你的还是对方的 所以就是有一种说 你两个人的感情和身为是伴随着说另外一个人的出局 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进行的 所以嘛就是前期的犹豫 也是因为说是不知道如何选择 后期更进一步的时候 也是因为越发的确定自己的一个目标在谁身上 所以说快也是挺快的一个层面 说不定你们第一次安眉的接触就吃苹果了 就这个关系的话呢 有点突兀 但是又好像说是感觉又顺理成章 就是他这个跳脱感会很强烈啊 不太像是那种说是循序渐进的这种感觉 就像是前期很克制 后面的话呢 插了一下加速键 然后的话呢 快进进行到说这一步 再看表白前一段时间 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好保健吧 那确实的话呢 你们表白之前生活当中 感情关系状态不太轻松啊 虽然说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和身为 是伴随着另外一个人的出局 但是可能就还有其他的这个被动因素 所以这次的告白的话呢 绝对说对于你们而言 是能够去帮你们两个人之间更甜蜜 但是一个救火式的这样的一个表白关系 能够让两个人的话呢 对于这个感情关系会更加的有信心 也同时的话呢 对于这个感情关系能够说是更积极一点 所以就是前面有点小虐啊 这个感情关系前期 你要虐吧 不虐你们两个人还真上不了头 因为说实话 我感觉这一组朋友 虽然说你会来看感情 但是你并不是这种说是很好追求的人 而且你也并不是那种随便什么人都愿意跟他 暧昧的人 所以一定要是伴随一些说是特别的 然后的话呢 或者说是特殊的情感关系 可能才会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 让你在这个人身上花很多的精力 时间和功夫 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来了解一下他吧 第一张牌 权杖国王 这人可以啊 这人可以 他应该是一个 视野上能够去做很好成绩的这样的人 毕竟权杖国王都出现了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枪枪两眼手 然后是大男主和大女主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 两个人就是各有各自的一个优点 各有各自的这种说是发光点在其中 所以这个人应该会是一个说 就是事业还蛮优秀 但是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应该都还是挺优秀的 他欣赏你 你也欣赏他 就是两个人虽然各自都是强者 非常的就是独立 但是会是心里面也带有木墙的一个心态 其实真的就是木墙的人往往的话呢 其实心里也会想要让自己优秀 而且他自己优秀的时候 他还会希望自己的身边人也可以是很优秀的人 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 就可能会容易发生说是 去想要去接触有难度的感情关系啊 所以这个人自己就是挺优秀 挺厉害的一个层面 事业有成 甚至说可能也会是达到一个 就是经济自由啊 或者说是自己去创业啊 我觉得这个人的一个主动性 然后的话呢 以及说是他的一个主见都会很强烈 这个人不太像是打工人啊 我觉得说他像是去当一个说是创业者的这个能量会很强烈 那我们再来抽牌 但不代表着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一定他在创业 也许说他是一个说是未来会创业的一个阶段 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圣贝二 这个人还是蛮常情的嘛 圣贝二就代表着说 他会是有一点说是喜欢了接触了 然后就想要一心一意长相厮守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可能会看起来有一点渣 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挺单纯的 因为这个人我觉得他讨花运他不差啊 他讨花运不差 但是他是属于这种非常有明确亲戚判断的人 一旦他认定你 他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一个层面 而且圣贝二本身就会让人感觉到说是这种一夫一妻制 这个能量会很强烈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说是老古板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对方确实是一个非常真诚 做事情他会特别的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样的人 而且就属于那种说是人品特别好的 就是谈恋爱怎么样能够确保自己谈的恋爱好 什么样才叫好 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 我真不觉得说对方得多有钱 或者说是多会愿意为你花钱 或者多浪漫才叫好 我觉得说人品好才是好 就是你们在结婚 在分手的时候 然后在不愉快的时候 都是体面的这才叫好 甚至说这种人的话呢 就是不管未来你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都不会让你难堪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 这种负责任了啊 好 我们再来抽牌看对方的一个特质 然后圣杯八 在感情当中吃过苦的一个人 因为圣杯八就是有点说是过去的啊 我觉得说这个人的过去的话呢 也是其实不太容易的一个人 尤其在感情上是吃过苦 而且这个人本身的话呢 可能就是对于爱情的一个标准比较高的人 类似于那种说是因为很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关系 所以并不会说是在感情当中 什么人都要啊 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很明确的 他知道自己要去走的地方在哪里 哪怕有些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已经有了一些成绩出来 但是他意识到说 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这个人 他也会及时抽离 及时的去走掉离开 不会让自己的话呢 长久的处于说是某些很不顺利的 很被动的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甚至也不会犹豫 就是他在于说是 去处于躺平的状态的话呢 他是不喜欢的 他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向上进的一个层面 他会需要说是自己处于一种 说是不停的去努力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一个酒工的能量 会是比较强烈一些啊 他会有一个种说是非常积极 在去往上走 然后去向上努力这样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说的话呢 他身上就有股劲 让你觉得说跟这个人在一起 可以去能够去成就更多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 哪怕是什么都不做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说是 向上求的一个心态 就是你会渴望说是更美好的 而不会说是去对于这些那种很不值钱的东西的话呢 过于的去留恋 不值钱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物理价值上的不值钱 而是说他的意义感低的一些东西 你会想要去追求美好的 而去放下一些对于你来讲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些东西在啊 再来抽牌看 然后出现了一个正义派 这个人确实就是真的你就放轻松 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去恋爱的话呢 你真的不会觉得说自己会吃亏啊 就是这个正义派在的话呢 对方绝对是这种负责任到底的这样的人 你要说缺点的话呢 缺点也有 就是这个人稍微有点高冷 正义在的话呢 他不是那种说是很小奶狗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我觉得说的话呢 他不属于快乐小狗 他属于说是那种就是光芒感太强烈 然后而且的话呢稍微有点高冷的这样的一个人了 正义派的话呢 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 你要往好了说 你就会是发现 他并不会是因为别人更重要 然后而去偏待你 但是你要是换一个角度往坏了说 我真是同时给大家种草和拔草 你要是往坏了说的话呢 那这个人他就会是哪怕说是你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不占领 他也不会偏向你 会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人他的原则感是很重的 并不会说是因为说是外界环境 而过多的去偏袒哪个人 所以这个人爱你的方式的话呢 你会是觉得说是责任感和安全感 而不会说是无脑的偏爱 那我们再来看啊 然后是一个圣杯三的能量 我觉得这个人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啊 因为就会看到一种 公愁交错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倒不是酒肉朋友 因为我会能够看到的就是说 他会尽可能的去和自己 然后认为的志向相投的人的话呢 去走到一起 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人其实情商挺高的 如果他需要应酬 他也会是在与人应酬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说该说的话 就是你要让他去抬气氛 其实他也可以做到 只是他不稀罕这样的事 并不会觉得说的话呢 在酒桌饭场之上的话呢 去提供较好的价值 就是自己向上走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信赖 认可自己的能力 他会希望自己能够说是做到更好 然后去取得更好的成绩之后 再去说是向上走 就对他来讲的话呢 可以维持一些人际关系 但他并不想说是依赖这些人际关系 还是会说是希望自己的话呢 能够去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他交朋友 就会比较偏向 我就说是想去交一些 与自己而言 然后三观一致的人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属于这种 看起来有点高冷 但他不高傲 而且看起来对人有距离 但是其实对于自己的身边人和朋友 是也很投入的 然后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品质很好 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交朋友 甚至说是长期相处 你往往会是感觉到说 就是特别放松的 就是真正的感情当中的放松 并不是前期他为你做很多事情 而是他会看得更长远 他会给你更加有力的支撑 他会说是陪伴你走最正确的道路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他给到你的绝对不是浮云 而是真实的 能够去抓住的一些东西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啊 这个感情关系有多甜好吧 来看看你两个人之间 有多么愉快的一些事情 好抽到的第一张牌就是影视 影视就是我们刚才就说的 你会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在感情当中 他是细心周到的 他不会说是给你压力 相反的话呢 他是能够去观察到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在你及时需要的时候 在你需要的时候 他会及时递给你 因为影视它就是一个 细心感很强烈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你忘记带东西 你正想说是回去拿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已经在准备好了 就是他会觉得说是你会忘 但是我并不想责怪你 我会愿意成为说是 为你就是去处理结果的这样的人 我愿意为你的话呢 就是提供一些东西 就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 并不是觉得你丢三落四 就先骂一顿 而他知道你丢三落四的话呢 他会提醒你 甚至说有的时候来不及提醒 他会直接的话呢 给你提供有备用的 就是会是在不改变你的状态之下的话呢 让你感觉到说是 然后生活是满足的 不欠缺的一个层面 我觉得这人不爱说教啊 就是并不是一个说 就是那种喜欢你就管教你的人 我觉得他不喜欢说是过多的去约束你 但是他又是一个对你很细心的 很关注的一个层面当中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我感受到 你们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同行 有合作 事业当中有交集的人啊 就是能够看到说是合作的能量很强烈啊 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是给你提供一些 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就是能量 就是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些资源啊 可能是一些人脉资源 也可能是其他的资源 就是因为说是你们两个人是相爱的两个人 他会觉得尽可能多的 他想多一点的去提供给你啊 哇还出现了说是星星牌 可以感受到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对于未来的规划是 非常藏远的 因为这张星星牌就是一种说 对于未来的话呢 是一个说很平静的心态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被治愈 你会感觉到两个人之间 有非常多的平静和祥和的相处 甚至说这两张牌 有让我感受到说是 对于未来可能两个人之间 就是人生当中 不一定非常年轻的时候 依然说是非常美好的一种陪伴啊 让我感受到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关系 会是非常纯粹的来自于精神和心灵上的这个喜悦感和吸引力在的 那我们再来抽牌 来看这张牌是什么 好我们出现了一个调人牌的逆位 这张牌的话呢 让我感受到说是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去感受到 就是这个人还是蛮愿意为你付出的 而且他会是调整你 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过往在感情关系当中 你是一个主动付出的那样的一个人 你的付出会大于说是你的收获 而且你可能也并不会要求你喜欢的人对你付出 那这张牌的话呢 就让我感受到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 对方啊 他是一个去教会你如何让自己松绑 就不让自己难受 调人牌 他总归来说 他是不舒服的 人是很难受的 谁调在那里 谁也不太好 哪怕说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我理想状态之下 爱一个人的方式 但是不代表着说 理想 他就代表着美好了 所以我觉得说 这段感情关系他会教会你更多的爱自己 然后的话呢 让自己处于一种说是 踏实稳定的层面当中 不用说是过于的未来的美好 而去调整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当下 所以这个恋情的甜蜜程度 就是让你更多的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 你看向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你看向自己的话呢 怎么样的状态下最舒服 无论说是你想精致的打扮自己 还是你想让自己自由的放松的 然后毫无说是一种精致感的状态当中 我觉得说这个人都会支持你 因为在他心里 他会觉得爱一个人的话呢 并不一定要光鲜亮丽 而是要去展现一个自然舒适的状态 两个人和谐真诚的自然的相处 才会在未来的时候 更容易走的说是轻松和长远一点 再抽一张牌 好这里我们抽到的是一个星币7的能量 从这张牌能够看到的 就是一种说是你们这个感情关系是有一种说是成果在的 我觉得说甜蜜的点就在于说是一个人去创造 另外一个人也会能够得到分享的能量 就是两个人并不是一一致的一种状态去交流 或者说是去相处 而是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在感情关系的一个相处过程当中的话呢 是可以说是为了这个感情关系付出拿出自己的那一件 就是对方会分享给你属于他的成果 你也会分享给他属于你的成果 这就有一种说是看到对方的诚意而更加的有信心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会因为说是过往的伤痛 而会有一点说是犹豫观望 就希望说是自己在感情当中不要受伤 这样子的话呢 希望自己在感情当中可以多得到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关系的甜蜜点就在于说 两个人都会想要向对方付出 就是会觉得说我爱你 我也是一种快乐 我在爱你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一种享受 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有的去拿出来 那两个人之间就是一种交换的能量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可能也会在后期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发现 真正在恋爱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会说是积极的奔向你 因为在他心里面 他觉得要去见你的时候 每一分钟都是甜蜜的和喜悦的和急不可耐的 所以他想很快速的去走向你的身边 你会发现你一旦呼唤他 他就会很快速的去给你回应 不会让你觉得说是有等待的感觉在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说是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 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吧 那我们来抽牌看一下 哇电流的能量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特别之处就在于说 如果两个人之间产生了肢体接触 这个感情升温的就很快速 其实两个人之间感情建立连接 虽然爱情它是始于精神 但是一旦说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够紧密 不限于身体的 不限于精神连接 还有身体连接 就是你连接越多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给自己带来的吸引力会越强烈 所以从这张牌当中能够看到的就是特别之处 让他求证你可能会发现他真的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 就是你可以用意念去感受对方可以去感受这个人的能量能够去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忙什么那种状态啊 好我们再来一张牌 然后是一个真爱的感觉在从这张牌让我感受到说你们两个人特别的之处就是后期越相爱越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越发的相信这段爱情是如此的真挚且美好的一个层面 就这个爱情的话呢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无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都很值得 因为你们在去爱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因为这个爱本身而非常的感动 而在内心当中觉得自己就是很幸运的一个感觉在 因为毕竟是真爱嘛 就是可能会有些朋友之前觉得自己是怀疑真爱的 自己会是觉得说这个感情关系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啊或者说是所有的感情都是昙花一现的时候这个感情关系它可能会给你惊奇让你会发现也许有些感情它是要给自己快乐的要给自己甜蜜的而不是说带来伤害的 当然来说特别的故事的话呢不仅有甜蜜还有这个小小的分离的能量 所以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可能你们会面临一些小别生新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可能会有说是分开 分开之后的话呢会发现自己从内心当中实在是非常的舍不得这个人放不下这个人 所以能够在去后期的相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原来我真的会是非常非常渴望需要这个人的能量 需要这个人出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所以会是因为分开而去感受到这个感情关系的重要和深刻的意义 所以就像是我们去拥有的时候不一定觉得很重要 但是会在失去的时候去感知到说有些东西对于自己的意义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所以特别的点就在于说是你们的感情关系会出现过山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是好的一个变化 因为它会让你和他能够去意识到这个感情关系与你与他都是非常重要美好的存在啊 这个是有一种分离的能量 同时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特别的一个点还在于说是可能有些朋友会意识到说每一次去见这个人 甚至说每个次和这个人去产生联系都会让你产生这种说难写难分的能量 因为它的一个意义感是非常深刻的 你会因为这个人呢去感受到真爱 也会说是因为这个人去感知更多生命当中美好的存在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的所有信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祝福大家加油 记得说是临去好运 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快点的遇到这个人 希望大家是幸运的不仅在爱情幸运 也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幸运且美好的状态 那就祝福大家咯 哈喽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这张指示牌卡呢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 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那么再做一个能量的对应帮大家来看一下是否选择到了正确的分组 我们抽三张牌来看一下 好第一张是全账五 可能会涉及到说是一些竞争相关的信息啊 因为这张牌能够看到说会有一种 就是大家都想要去往某个地方去 那么可能会是在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顺风顺水的就沾而成 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角逐啊 有一些挺热的能量 可能会比较忙 也可能会是见了很多的人 总之看着是一个忙忙碌碌碌的状态哦 哎好那我们来看这两张 分别呢是全账二和 生悲五号牌比较多的话呢 却是容易在生活当中发生这个变动的能量比较多的事情 就比如说可能你会纠结在某一个情感关系当中 在思考我到底向前走呢 还是说就此说是再回头看一看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的心态 然后全账二呢 就是一个在做计划的层面 所以可能会是有一些朋友也在去考虑如何选择自己接下来的状态 会有一种说是思考的能量 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想念远方的人 会有一种说是远距离的能量在拉扯你 在牵动你的思绪 那也同时是包括有一些朋友 可能接下来是要去等待一些来自于远方的消息 或者你本身也在去规划一些长途旅行啊 或者说是换环境相关的事情在 另外一个呢 可能会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心里有在为过去的人事物有所纠结 可能你会在想着说是过去的一些旧人 因为我会感觉这一组朋友还算是比较长情的人 你会可能在感情当中 爱一个人再一个人呢 可能会花蛮长的时间 去思考去惦记这个能量在了 同时这张牌也让我感受到说 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过去的感情经历呢 对于当下的人生啊 或者说是新的感情容易出现犹豫的心境 就是你是渴望着说美好的感情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但因为说是在去面对感情的时候 不自觉的会被一些过去的能量影响 所以会有一点谨慎的一个感觉在 另外一个的话呢 从这几张牌当中会让我看到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处于人生的某一个蛮重要的阶段 这个阶段度过去的话 对于你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它可能不一定说是给你巨大的财富反馈 但是能够让你更加的有信心 能够让你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自己接下来下部的人生 所以可能会是在十字路口当中还会有一点犹豫的层面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全张是能够让我看到讯息 就有一些朋友属于这种说是背影啊 侧颜啊会很好看的人 当然也是说正面也好看 但是你的侧面 单看你的侧面就会比较的迷人一些 那会有一些朋友其实会是身材很好 但不太爱去彰显自己的身材 就明明有一个非常就是曲线玲珑的身材 但是你并不想刻意的去展现这些优势 就比如说有大长腿 但可能会把它隐藏起来 就可能虽然腿部线条很好看 但是你的着装的话呢 并不是为了凸显长腿 而是有自己的风格 以自己的风格为主去穿着 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优势 就是刻意的去显摆出来 身材确实挺好的 有大长腿 然后的话呢 也会有些朋友是属于这种 说是曲线很好 就是该细的地方就很细 然后该丰满的地方 也会很丰满的一个状态 那同时这几张牌 也有让我看到比较挣扎的讯息 所以可能会是有些朋友 现在的话呢 生活当中是有些不平静的能量 还有就是要么是你们 再去关注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你感受到其他人对你的关注 就是会有一些社交平台的话呢 会频繁看到一些人给你的这种说是 就是点赞啊 或者留言啊 或者说是对方的一些行为 它就是为了吸引起你的某一种的注意力 给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那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去正式的看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看有人即将向你告白嘛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告白的场景 告白内容是如何的 第一张牌的话呢 出现老鼠 老鼠在的话呢 这个告白的场景 可能它会是有所铺垫啊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有点谨慎的人 所以的话呢 他的告白有一点类似于那种说 我想去看看 我的这个告白会不会对你有压力啊 他会有这种想法 就比如说 想知道你喜欢的一些氛围感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场景 就比如说你是喜欢热闹的 还是平静的 就是他会觉得说 我得看一看 然后你如果喜欢那种说是 简单风格的告白的话呢 就按你的心意进行 你如果喜欢热闹的 我也愿意尝试 但是我不想说是在一个说是 你非常讨厌的 不喜欢的环境当中 会进行这场告白 所以这个老鼠的话呢 就会有一种试探 有一种说是 精心的去准备 但可能会是 小心翼翼的去 接触跟你聊的 这样的这种感觉 因为老鼠让我觉得说 它是先有一些小动作 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你可能当时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感知到 但是当对方告白之后 你就发现了 原来他之前的话呢 是为了告白 所以做的那些铺垫 所以他应该是在 前期是有一些小动作 如果我们第三组朋友 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细心的人 你是可以在生活当中 去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的一些行动在的 这张老鼠给我学习 而且可能这个告白的场景 会是有一种说是 比较居家日常 或者说是在一些 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地方当中会有啊 就是要么可能就是家里面 因为这里会有一种 熟悉的场景 就可能的话呢 是在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当中 就比如说可能那一天的话呢 就是两个人之间 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美好 然后是属于平静 祥和的层面当中 然后这种喜欢爱意的表达 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不太像是说 搞得很难堪 或者不能说难堪 不能说搞得就是 不过于的刻意 有一种说顺其自然 那就心里就真情流露 对方的话呢 有这种爱意的一个表达在 还有一些可能就会和一些 就是餐厅有关 就会类似于说是 一些这种非常有氛围的 非常有格调的餐厅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 能够说是带有 具强烈的氛围感的地方当中 对方可能会在此方面 此类的地方当中 去进行感情的表达 就是它的私密性 其实挺好的 我不太觉得说 它是一个露天式的 或者是很多人面前 我觉得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 让你和对方 感觉到安全感 就哪怕说是 这个告白不成功 两个人都还体面 就还有这个缓和的机会 不至于说是呆呆站到那 很尴尬的一些场景啊 应该会是有些私密场景的 所以让我觉得说 家的能量 或者说是一些小的空间 会比较明确一些 告白场景出现一个指南针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给我的感觉说 其实它有一种很明确的能量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地方很适合去告白 如果你们是外出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太浪漫了 不在这里面的话呢 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的话呢 就会感觉说不对劲 但是可能就会是那一天 然后真的去告白的时候 那一天呢 不一定跟你说 我们今天去哪儿吃饭 那可能会按上 其他的一个名义 其他的一个意见 一个想法 就告诉你说 哎我们今天 其实只是纪念日 或者我们今天 只是说是过一个普通的节日 但是等你去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发现这样的一个惊喜 另外这个指南针 其实让我觉得说 有点直来直去的意思啊 所以可能会在告白的一个 那天 或者说是告白的内容 会是一个 简单的 然后直接的这样一个表白 所以对方不太像是那种 说让我觉得 过于浪漫的成分啊 所以这一天的浪漫指数 我个人觉得说是 稍微有一点低啊 出现蛇牌了 有一种直来直去 打直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出现蛇牌 虽然蛇它会代表一种 弯弯绕绕的能量 但是这张蛇牌 让我感受到的能量吧 它有点偏向于那种说是 你们当天是发生了 很亲密的一个接触 所以我觉得说 肯定是告白的 环境引起的 所以当天的浪漫指数的话呢 是环境 但是不是这个人的格调 不是这个人准备的一些话 我觉得它是有点偏 打直球的这样一种 准备的 对啊 然后的话呢 出现船牌 船牌也是有点冒险性 有点大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倒是像是会准备一些 合适的场景 或者说是在告白之前 去关注你的心态想法 但是他再去告白的内容 有点干吧 直来直去 就会类似于说是 很简单明了 说那我喜欢你 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就类似这种 说是非常打直球式的 这种表白方式 你会觉得说 哎呀 他这个场景之下 能够有更好表达的 但是我估计当时 也没有这么多心思 去感想这些 但是事后的话 你可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感受 在整体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 告白的场景 它还是比较偏向于 说是让你觉得 就是有答应的 这样的一个冲动 而且其实对方也挺真诚的 除了这个蛇牌吧 蛇牌让我觉得说 就是要么 他还是存了一些 小心眼子在的 因为像老鼠和蛇牌 在的时候 让我感觉到说 就可能对方 在去告白之前的话呢 确实会有铺垫 或者是试探 然后的话呢 他会有一些 类似于 抛砖引玉的这种方式 他也不是那种 特别直愣愣的 去说一下话 也会是告诉你 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的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说 你们告白的场景 要么是有一些 居家日常吗 就是我觉得 可能会是在某个人的 这个家里面 或者的话呢 是一些比较 私密性的场景 要么你们可能会是旅行啊 因为这个船牌在的话呢 它是带有距离感的 就可能 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跟对方是有距离的关系 但是 对方去表白的时候 他是面对面 来到你的面前 很真诚流露的 去跟你说 他的一些情感在 就是会有说是 刻意来去见你 见你刻意的 想要去 为这件事情的话呢 做一个准备 就是你说 他要是没有诚意 其实挺有诚意的 很认真 然后前期也会做铺垫 你要说他不够有诚意的 那他确实的话呢 这个浪漫的指数 有点说是 不够 就是他说的一些话 我觉得真的有点 值求累了 就是真的会 简单 恶药的这样一种 非常简单明了 就是说 自己的情感 就是说出来了 没有那种说是 把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心理路程啊 或者是甜蜜语啊 过度渲染 对方其实没有 如果大家是喜欢打直球的人 那应该还是会觉得说 这个过程 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如果说 是喜欢比较煽情的朋友们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说 你其实还是 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你就不能评满分 你可能会觉得说 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当天告白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其实会发生一些小差距的啊 像船和舌的话呢 就是当天可能会有一种 差点表白不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并不是说你会拒绝的 而是可能会是 在过程当中 发生什么样的延误 就比如说是 那一天 就是非常堵车啊 或者说是 有什么临时的意外事件 或者会有这种 说是影响干扰的能量 这是给我的一个感觉 告白的内容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说 真的就是 如果大家喜欢打只球 那还是说挺能接受的 因为我能够看到他 他在去说的时候 就是很直白明了 去说喜欢你 但是我觉得说 当天去表白的时候 没有给太多 关于承诺的东西 就可能的话呢 他也是会希望 你和他一起去 慢慢的去感受 这个感情关系 慢慢的去和他一起 去面对这个感情关系 所带来的考验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啊 告白场景的话呢 就可能会是一些旅行 就是有一些朋友 会是在一些旅行的过程当中 会表白 或者的话呢 还有一些朋友 就会更加的 大胆一点的话呢 就可能你们两个人 是在过节啊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 就可能会是 对于感情这件事 你的一个状态 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啊 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呢 会有一部分朋友 就是你们在去表白之前 应该是发生了 什么亲密的事件 就是可能会是 之前的时候 这种情感 一直没有去表达出来 然后一直酝酿 但是你们可能会发生 吃苹果事件之后 去表白 就是可能会和一些朋友的 这种个人习惯吧 就是你个人的一个 在意程度有关 如果你是对于此类事件 此类亲密接触 非常非常在意的人 那你应该大概率 就是他还是有你的顺序的 但是有一些朋友 本身就是对于感情关系 会有这种说是 我不是特别在意这种的话呢 就是你觉得说 也是可以先吃苹果 后再讲感情 认真发展的话呢 因为有些朋友 所处的这个地方的环境 是就是约会 基本上就是 就是该发生的事情 情侣该发生的事情 都会发生 所以的话呢 就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两个人是在去 这种在情侣模式下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对方去表白 所以可能会是 表白的场景 就会类似于说是 像情侣一样约会 然后做了情侣 该做的事情之后的话呢 去表达了自己的 这个情感 表露了心声 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来抽牌 看一些 两个人从认识 到表白之前 那段时间 你们发生的一些事 好吧 先来看你们第一次的一个认识 或见面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来抽塔罗牌 看 好 出现的是全站二的逆位 这里有一种说是 意外的种感觉 意外的话呢 倒不是说什么 什么说是特殊意外 而是这张牌 让我感受到说 当天可能会是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当天 你的目标感 你的重点在另外一个人 但是的话呢 其实他也在观察你 但是你没有把重点 放到这个人身上 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就当天 你是有选项的 那天可能会是说 你的重点在 其他的人身上 当然也可能是 其他事物上面 不一定说是 其他的桃花啊 不一定是 其他桃花异性上面 而是你当时那一天 就很明显 关注的是其他的事 比如说你那一天 参加的是一个婚礼 你的全程的注意力的话呢 都在朋友的 这个说是 人生的美好事件当中 但是可能对方 他其实一直在去留意 观察你 但你可能没有去发现 他的这样的一个目光 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当然来讲 也可能说是 你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 你可能和另外一个人之间 就聊得很好 也许是同性 也许是意境 就会有一种说 默默观察的一个能量 因为权杖二的逆味 他会有一种说是 好像退缩了 并不是一个说 四目相对 那种很直愣愣的 一种感觉在 所以会容易发生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 关注程度很深 但是没有去 上前要联系方式 没有上前的话呢 去直书心意去表达 会有这种说是 目光的交汇 但是不算非常的多 有时候甚至可能会是 匆匆一撇 然后就掠过来 就不去看的 这样一个感觉当中啊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见面这个人的时候 会类似于说 就是一些人物 从你的生命当中退场 就可能是有些朋友要走掉了 或者说是你要去从 某个状态当中结束 去到另外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给我感觉说是 当时应该是发生的事件 会类似于说是去结束 这个结束不太像是 说是大圆满之后的结束 而是他会有一点像是 去小肖的尝试之后 发现不合适 然后就退场的一个层面 当然也可能会包含的是 你可能会对于另外一个人 是暧昧的一个能量 暧昧的一个心理状态 但你可能会是 觉得说不合适 然后就放弃了 就是结束了某一段 说是未成功的事件 比如说是暧昧未成功 或者是选择没有成功 就是会有一种说是 半途而废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这样的一个感觉 会有第一次见面 所以第一次见面的话呢 就是互相就是打了个照面 然后心里有留意对方 但是当天好像是没有发生 特别的一些事情在 给我是这种感觉 心里会有想要去 向你要联系方式 或者说是有更多 这个语言沟通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 但是他没有具体的 去展现到状态当中 那我们就来看 第一次一对一的见面聊天 第一次见面或者说聊天 是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也是二号牌居多 怎么第一组的信息 有点在这里展现出来 保健二的逆尾 还是说有点顾左右而言 他就会是有一点说是小心思 然后在其中去流露和展现出来 但不会说是很明显的表达 就有一种说是 想知道对方是否单身呢 可能会旁敲侧击的这种状态 有可能他会问你说是 哎你跟谁一起住呀 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不是那种说是很直接明了的表达情感 但是这也算是说 暧昧的一个阶段比较美好的时候吧 毕竟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 真打开天窗 说恋爱话 有一些恋爱谈起来 他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有点像是暧昧阶段 然后两个人就有点试谈 就是能够从第一次 这种一对一的这个接触聊天当中 就明显感受到说 是有这种说是 情感外露的一个能量在的 就是会有这种说是 感觉这个人对你是有意思的 有情感想法在的 但是呢 可能就会是因为说是 想要去体面一点的进行 不想要让自己过于 简单直接的打直球 所以可能就是你知道 他心里想要去了解 你的一些信息状态 你的情感喜好啊 或者说是你的一个 就是是否单身啊 然后是否有其他接触的人啊 就是你会明显感觉到 他是想要去打听这个 但就不是那种 很简单直白的去说的 这样的一种啊 就会是有点 就是给自己找补 然后避免自己更尴尬的一个层面啊 当然来说 你应该那天也是有点犹豫的 两个人有点细水长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慢慢去聊 慢慢去接触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同时的话呢 其实虽然第一天 第一次见面 或者第一次一对一 或者说是第一次一对一的沟通啊 然后的话呢 两个人 有点说是犹豫 但是我觉得说其实第一次有点像是现象呢 有点现象 就直接就是两个人一起出来玩啊 或者说是出来约会 或者是出来就是去聊一些事 不一定是以约会主题的 因为第一次让我感觉到说两个人还是有点坐立不安的这种 但是到你们第一次见面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这个关系就是其实还是蛮有进展的 能够感觉到那会儿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日落程度已经增加了 就已经就是能够去对于下次的约会见面 然后或者说是感情下部的推进 已经做了一些说是尝试出来 就很明显就有那种对话 说下次然后下星期然后怎样怎样 过两天怎样怎样 就类似于说是为下一次做铺垫 所以第一次的话呢 只是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容易说有点纠结 有点犹豫 在那思考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话题 往一个说是爱情层面当中去过度去引 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 但是的话呢 其实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慢慢就是感觉就到了 就可以是聊一些说 下一次咱们怎么进行 就可以说是给下一次做铺垫 然后就关于下一次如何见面如何聊 然后的话呢 做什么项目 做什么事情 应该讲 所以会有一些说是沟通聊天在 第一次的话呢 进展还可以 就两个人会是这种有点犹豫 但也会说是有一些就是行动出来 就是一个前面慢 后面会快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再去推进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第一次两个人之间 这个暧昧的能量表现的 越来越升级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就是明显这个暧昧的意思 就是开始展现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呢 好是一个教皇牌的逆味啊 教皇逆味的话呢 代表着说是一种就是反差感 所以可能会是第一次暧昧有所流露的话呢 会有一个人 然后平时是在这关系当中偏被动的 就比如说前期的时候两个人再去约会啊 再去说是一起去说话 我觉得之前不算约会了 因为有一种说一起出去玩啊 那这样一种感觉在 等会我们来看第一次约会是什么场景啊 这里会让我感觉要说偏被动的人 这一次主动了 就是有点打直球的那个意思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人是半猪吃老虎啊 就明明自己的话呢 是感情经历当中特别有经验的 特别丰富的 但是的话呢 要装纯情小白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的话呢 就是会有一种说是在一个很巧妙的状态之下 提出了这个说是比较偏暧昧的一个能量 就是反差感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像被动的那个人的话呢 他倒主动是把这个就是暧昧的一些话去说出来 暧昧的一些行为去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教皇尼伟给我的感觉 会是有一点说偏向于不同寻常的这种 就是过去可能会是某一种的状态 这次可能会是其他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第一次这个暧昧能量去流动出来的话呢 也是因为说你和他的能量发生了一些变动 发生了一些调整 可能就是在去流落情感的时候的话呢 会是有一些这个外力的这种促进 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那同时这个教皇逆违的时候 也让我感觉到说 是有一些其他朋友的这个帮助啊 有一些其他帮助 但是其他朋友倒不是那种说是很明显的撮合 就没有说是当你俩中间的电灯泡 就可能会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因素 然后的话呢 情感就更加流露出来 举个例子就可能会是 你们的共同朋友 然后最近在感情上面有些好的消息 然后的话呢 你们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 然后话题就越发地去往这个 爱情层面当中去涉及更多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就会是给我一种感觉 比较类似于说是有这种语言和这个 这个肢体上慢慢升级 然后情感当中有更多联系的状态 那我们就来看看 就是第一次你们两个人之间 肢体上有更多接触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和状态啊 就肢体上的 第一次的比较亲密的一个状态 哇审判牌啊 审判牌确实会经历了一些很大的社群 而且你们两个人真的很容易发生一些 第一次有亲密接触的时候 这个关系就有了很大的一个突破 会有一些朋友 就是你的一个习惯 或者说是你容易发生这种 说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亲密的接触 就是你是不抗拒和人之间 发生一些快速直接的这个亲密接触在的 你不排斥 所以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放了一个大招 两个人之间就非常非常亲密 无间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交流一下了 这个肢体就是一个深度的接触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第一次的这个亲密接触 会类似于说是某一个人 有超级好的好消息会到来 比如说是有一个人 终于搞定了自己一个非常难熬的这个项目 终于过了某一次的考核 终于说是拿到了某一个成果 就超级的开心 然后两个人的话呢 就会有一种说是去拥抱啊 去庆祝啊 然后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喜悦感 从催动了说是行动的一个能量 所以两个人会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 所以就是有一点类似于说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去恋爱的话呢 就两个人都不算说是那种 很主动很主动的一个类型 哪怕说可能恋爱关系当中 普遍会存在一个主动的人 一个说是跟进的人 但是你们这个关系当中就是我觉得说是老天爷安排吧 上天给你们的运势的话呢 帮助你们在过程当中这个感情的交集能量就很好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就必须得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什么事 让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就好像类似于说是像这种说是在水上 然后顺着这个小船的小河的方向去往前飘 然后飘着飘着你们就是越来越近的这种状态 就顺其自然两个人的话呢 就感情就开始去酝酿出来 就爆发出来 然后不管说是语言的这个情感的流露表达 还是说两个人在肢体上更多接触 都能够看到有这种说是运气的这种安排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在的啊 那我们然后的话呢 再看什么内容呢 再看说是两个人就比较偏正式的约会啊 比较偏正式就偏情侣的这个约会有点像什么了 这个场景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哦然后有一个圣杯一 圣杯一给我的感觉的话呢 第一次的这种说是偏正式的约会 有点说是这个主题可能会和一些酒水相关 就起码是吃饭 然后其次可能就会是说 这种两个人闲着没事 然后就去可能会是一些酒吧之类的 然后反正他一定会和一些 稍微带着微醺的一个感觉的状态下去进行的这种啊 就两个人可能会是约会喝咖啡 如果你要是不喝酒的人呢 你只能去喝咖啡了 如果说其实的话呢 你是愿意说是在忙碌之后给自己一些放松的环境或者状态的话呢 除了圣杯一给我的感觉 你们会是聊到一些说这种说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主题 所以当时的话呢 就是说两个人是一个蛮放松的状态 就第一次约会不太是很正经微作的那种 是一个自然舒服的状态 因为本身可能你们就是有一些说是东西去帮助自己去缓解注意力 就比如说可能就会是喝咖啡嘛 然后的话呢能够有一些话题去聊啊 或者的话呢就是本身然后喝一些酒的话呢 就会有一种微醺的一个感觉 就整个人是还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去进行的 能够感觉到说是 其实这个舒适感还是挺强烈的 第一次正式的约会的话呢 其实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其实是越发的去奠定 这其实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能量 嗯 约会的一个状态 但是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都偏向于那种说是 就等一等啊 不能说等对方 而是说就是观察居多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就会是 整个的恋爱过程当中 因为老天的安排会比较好 所以不是很主动的人的话呢 也会说很顺利 所以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 会有种说是这个情感的一些 展流就更多的一个喜欢 就是能够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感情关系 就是从一开始有点说是会错意 或者说有点错过的感觉 到说是第一次两个人之间 就是稍微能够说是有多一点的交集 再到后面真的是类似于说是 约会的这个场景发现 真的就是运势 就是老天的一个安排的助力会很强烈 就是你会觉得那段时间 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和这个人的话呢 关系越来越近 没有那种强求的心态 但是的话呢 就是两个人之间 心和心的距离就是拉得很贴近 来看你们两个人在告白之前 那段时间两个人是怎样的状态 来看这个账吧 然后出现是一个星星牌的逆位 如果出现星星牌的逆位的话呢 那段时间你们两个人 可能都会是有点小焦虑 就是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两个人不太像是 同一个生活圈子的人 所以这个感情关系 对于你对于他是有点小挑战的 所以可能在表白之前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是心里慌乱 就是明显感觉到这个人特别吸引自己 但是和这个人之间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会让自己的心里有点慌慌的 会让自己的心里有点不确定说 还要不要说是 就是更多的一个说是交集啊 或者说是深入下去 所以那段时间会有点心里乱乱的 但是又会和这个人的话呢 这个挺亲密的这种状态 就还是会感觉到这个人也是挺重要的 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告白之前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那会儿关系 就是他是有一个 就是真的会上天安排的 会比较明显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你们两个人 其实这一路感情的发展 就好像谁都没有去刻意的去主导 谁都没有说是很刻意的去安排 但是的话呢 一段感情关系呢 必须要有一点能量 是有一点危机感 然后会需要产生这种说是 如果不主动 后期感情关系 可能就会说是很被动的一种状态 所以就是上天也会给你们开 在告白之前 安排一个考验阶段 让你们那段时间是 发生有一点说是有危机的事情 就会说是感受到 如果说不主动的追寻这段感情关系 这个感情关系可能会是 丢失的 所以会是让你们因为这种焦虑感 而激化了 而强化了这种说是 想要和对方更多的去 接触到一起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关系 就真的是 老天在去那边安排 一步一步给你们计划 你们就好像说是 不自权的就 就走向对方这种感觉 就甚至也要在去告白之前 也是上天的一些巧妙的能量 就会说是 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不知所以然 在结束之后的话呢 会发现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你们就会容易有这种感觉在 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不一定说是目标点 在这个人身上 但是的话呢 真正就是接触的时候 发现和这个人的话呢 最终走到一起了 所以它不太像是 一眼惊艳的这种感情关系 但是确实的话呢 在接触更多之后 就会发现说 这个人最合适 就是有一件衣服 也许最开始的时候 它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你觉得它可能偏保守一点选择 但是时间多了 你会发现它是你穿着率 最高的那一件 所以你们的感情关系 就很明显 有一种说是 一开始并没有很刻意 但是的话呢 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巧妙 特别的有缘分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说 是这个人 他的一些特质 让我们来去了解一下 这个人的讯息啊 好 第一张牌的话呢 出现的是星臂七 星臂七这张牌的话呢 就给我的感觉说是 这个人应该是 在事业当中还是不错的 因为星臂七感觉说 是有成果的意思 那这个人有一点 让我觉得说 他可能是自己创业 或者说是他的工作 相对而言比较自由的那种 就也许说 他是需要去 需要在一些说是 和人去对接 或者是怎样 但是你也会觉得说 他是有很多这种 自由考虑空间 就他的一个弹性制度 会很强烈 就也许说 他跟人合作 他不一定创业 但是他跟人的话呢 工作的话呢 是类似于 只要把这个项目 只要把这个 单子去完成了 他这个任务就达标了 不用说是真的 每天做班打卡 有非常自由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人自由创业呀 自由职业呀 或者说是他工作 本身很自由的这种状态 都是很明显的 就要么就是自由职业 就是一个说 自己给自己做规划 自己给自己的话呢 做计划 然后去如何进行 我觉得他会偏向于 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同时的话呢 性别器给我的感觉 也会比较偏向于说是 这个人的话呢 他可能会是一个 偏沉稳气息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因为他是一个说 金牛的一个特质吧 性别器 他身上有很明显的 金牛特质 金牛的话呢 在感情当中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对你好 那我就会就是说 是体现在这种说 享受上 就是生活上 日常相处上 或者吃上 你就会觉得说 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带你去 很多好玩的地方 然后的话呢 也会是给你很多 这种说是比较安逸的 享受类的这种东西 所以偏向于 做的会多一点 说的话呢 稍微少一丢 给我是这样一种感觉 他会关注你的一些细节 关注你的一些说是 偏向于你需要什么 然后他会很快速的 去提供给你 所以就是能够把你照顾的 还是说蛮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抽到 是星币骑士的逆位 那我觉得说 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 特别重的 这种说是事业性的人 就他的工作会有一种说是 工作是为自己服务的 我要再说是 工作过程当中 同时还去 享受自己的人生 所以你可能会感受到 这个人的话呢 并不会在感情关系当中 并不会在工作当中 慌慌忙忙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会有这种 努力工作的一个状态会发生 但他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 比较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就是忙碌当中 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就不是说只能够忙工作 也要说是陪爱人 陪家庭 陪亲人 但我觉得说是 他是偏向于这样的 一个能量在的 所以这星币骑士的逆位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 不太像是那种 一头心思扎到工作当中 然后让自己抬不起头 他这样的一个人啊 我们来看这张牌吧 好 然后我们抽到的是一个星币五 土元素能量 其实说实话 有一点多啊 土元素有点多啊 沉稳还是比较沉稳的 一个状态在的 难怪说是 你们的感情关系 需要上天的安排 要是纯粹这个人 自己的一个能量 去主动的话呢 那需要的时间 还真有点久啊 必须要是 有一些天意安排才行的 这个人其实让我感觉到说 他的人生是经历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变动在的 因为像星币五 他会代表着说是一种匮乏的感觉在 所以他的话呢 应该是 要么是人生起点比较低 要么是曾经在 人生的某个阶段 然后是有巨大这个落差感 或者是反差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 他是吃过苦的人 所以他会说是 在人生当中的话呢 会很珍惜说是 当下很珍惜说 美好的人事物 给我试这种感觉 他是经历过了一些 说是不美好的回忆 所以他是曾经摔过跤 但是我感觉到说 这个人因为像星币七这个能量 就是很明显是一个 会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去总结人生智慧这样的人 人生经历可能会比较丰富啊 所以他的话呢 是那种说 对于很多事情 都有来自于他自己 比较深刻的一个感悟在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的 一个讯息就是说 这个人其实内在的 一个精神思考啊 或者说是做事情的 这个角度方法的话呢 都还说是蛮 就是不错的这个层面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椭圆素的能量 让我觉得说 这个人其实 要安静的时候 还是挺安静的一个 讯息状态在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他可能会有这种 说是在一件事上 很长情的进行下去 所以他可能会和你 有一点类似的点 就是你们都会说是 对于某个确定的事情 然后一直进行下去 比如说是喜欢的口味 可能一直就这么的 喜欢下去 或者说是喜欢哪一个 说是 风格 影视作品 或者是穿衣着装 可能也会说是 会不停的去复构 不停的去长期的 使用的这种感觉 在啊 我们再来看这张牌 是一个圣杯女王的逆位 他这个人 其实桃花不算差啊 桃花不算差 不太像是这种 说是没桃花的人 但是我觉得说 他的话呢 会不想要说 是不合适的人 有一点点说是 谈恋爱什么的了 就想要说是一个 很稳定长期的接触 然后想要一个说 长久的陪伴 对于他来讲的话呢 如果一段感情关系 不能够长久 可能就是他 不是那么想要的 这样的一种 因为圣杯女王的话呢 其实会因为 情感上的一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比较犹豫一些 所以我能够感受到 他的面对感情 是比较重视的 但是这个人 确实魅力有点多 就是会有一些人的话呢 主动走向他 主动去向他靠近 或者说是主动向他去 展示好感 去展露情感 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发生啊 这是这个人的特质 再来一张牌吧 哇 出现恶魔牌了 恶魔牌在这的话呢 那这个人确实 其实还是属于 这种说 挺有魅力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这个人应该是 属于那种身上 会有一个很性感的 能量在的 会让人觉得说是 不自觉的去关注他 但他不是一个 特别花心的人 有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说是有安全感 但是的话呢 同时这个人 他可能是 衣服员 有点忘 让人觉得说 有点不放心的感觉在 那这个恶魔的话呢 代表一种掌控力 稍微有点小腹黑 不是什么纯洁阳光 不是完全的纯洁阳光的人啊 我觉得说他是有诚服的 但是他的诚服 并不会让你觉得讨厌 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在相处的话呢 就是趣味性会增加 就是你并不会觉得说 他是完全 就是完全的正面人物 他没有说是那么标准的正面 有点说是 有点说是小坏水 但是不影响这个人 算不影响这个人 也是一个说挺 就是上进的一个能量 就是你会觉得说 有意思一点吧 那不是一个纯粹的好 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坏 就是说实话 就是有点那种说是 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同时的话呢 有点说是玩乐不公的 那个态度在的 所以容易会说是 让人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坏 但是其实深入接触 你会觉得说 还是比较专情的 因为像星力七 这种牌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 并不是无脑的去玩的 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的元素状态里面的话呢 就是土相和水相的能量比较多 包括恶魔牌本身也是土相 所以这个人他的一个 在感情当中的不行动的话呢 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而是这个人可能本身 就会偏谨慎的人啊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就是来看看这个感情关系的话 有多甜 好吧 来看你们的感情关系的一个状态 鱼人牌在这里的话呢 那这个感情关系的一个甜度 还是有点大的嘛 因为这个鱼人的话呢 会让人觉得说挺开心的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可能会去做一些 有点小幼稚的这个行动出现 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这种事我才不想去干呢 但是因为说是和这个人在一起 心境上有了调整和转变 所以鱼人牌在这里的话呢 让我感觉到说 你们还是去做了一些过去不屑于去尝试的事情 但是你在尝试之后会有觉得说 哎 还蛮有意思的 另外一个呢 鱼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啊 所以你们这个感情关系的话呢 约束力会很小 就两个人 本身能够去走到一起 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影响力会很大 就是因为说是上天的一些安排 因为说是一些特别的缘分 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有这种说是感情上的推进 所以确实没有那种说是刻意安排的 不太像是这种相亲主体的关系 就是直来直去 更像是说两个人情感之间自然的流动 所以你们真实相处的时候 也会是感觉到说是很快乐 很自由的一个能量啊 鱼人嘛 让人觉得说好像一切的话呢 都会有一定的可能 哇 出现恋人牌了 可以恋人牌很美好啊 恋人牌的话呢 直接就会是有一种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应该会真的去了很多地方 因为鱼人本身它也是自由的能量 这个恋人牌它也是一个向外走 就是一个说是度蜜月的这样一个情感状态 所以两个人可能就会是真的甜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可能就会是对于爱意的表达 会有一种说是不管不顾的能量 哪怕说可能前亲 就是前亲你们两个人在真正的去 进入恋爱之前还是有点保守的 就在进入恋爱关系之后 两个人就有点放飞了 好像真的就会说是 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去好像全情投入 有的时候这个爱意的表达是非常的赤裸裸 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不管别人怎么看 然后想去表达爱意的时候 是正大光明的 就向全世界宣示的这种感觉 你会感觉到说的话呢 就是正式表白正式恋爱之后的话呢 自己就是他的全世界 你也会说是感觉到 他就是你的全世界这种感觉 哪怕你们现在可能各自都是属于这种 事业心很强的人 把事业看得特别重要 但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可能也会明显感觉到的 就是说 好像是把这个感情关系的话呢 就是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恋爱脑 就是很甜蜜很投入的意思 我并不觉得恋爱脑是不好的事 就是恋爱脑其实是好事情 因为我们成说之后嘛 然后再去看感情的时候 太过于谨慎了 谨慎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种说是极强烈的 乐趣的感觉 谨慎之下也会有好的感情关系 但是谨慎的过程当中 然后感情经营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的一个放松的能量 哇还出现了星辟石 你们两个人很有可能会是 成为这种说是人生当中的搭档 会有这种说是不如婚姻的一个可能性 也会有这种说是共同从事某个工作的一个可能性 就可能会是两个人成为这个工作关系 或者说是家庭伴侣关系 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是说 在感情之外 还有一些人生其他层面当中的连接 会是让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更多的一个接触 更多的一个说是联系 这个付出的能量会比较重 就其实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去和你相处 去爱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说 哇自己好像说是被他一些小细节 满满去呵护到了 他的爱的话呢 比较类似于说是不算张扬的那种 然后会在别人面前让他 让别人看到他是爱你的 在意你的 在你的面前 你也会说是感受到说 这个人他是全身心的为了这个感情关系 去做出努力 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是 被很认真的对待和呵护的能量 是特别强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抽到了说是 生病的女王嘛 我觉得说 你要和这种人在一起的话呢 他的付出能量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他会是积极的给你一些回应和付出 让你感受到说 自己有在去放在一个超重要的一个位置当中 因为他的土元素能量还是特别重的 就属于那种 在爱情当中 要爱你一定会说是实质性的 就是礼物呀 然后的话 财富啊 这些东西 对方 他是不小气的 就是会有一种说是 他有 他觉得说 你也要给你 再来看看说会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吧 嗯 这个的话呢 特别的事情可能就会体现在说 你们两个人在去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自己的被爱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是对于美好的东西 虽然非常渴望 但是会在过程当中感觉什么呢 感觉到说自己不配拥有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 但是这张牌让我感受到说 特别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自己在被很认真的爱着 而且这个爱的过程的话呢 就是很明显 他有一种说非常积极美好的能量 是你就明显感觉两个人之间这个情意的表达流露的话呢 是非常的真诚 然后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种状态 而且就是对方会认为你的美术都是美好的 你会觉得自己的话呢 可能就是从这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转变 就是会很明显感觉到说 自己的能量 自己整个人确实在被小心的去呵护 然后认真对待的一个能量 然后甚至说你们两个人是会有一些说是 特别深刻的人生的美好和约定在的 对不对 就这样我觉得说 会是有这种说是不如婚姻的能量会超级强烈 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灵魂伴侣也出现了 完了 这个人可能要跟你一直锁下去了啊 就灵魂伴侣都出来了 再加一个婚约的能量 你们两个人是有八九的话呢 这后半辈子可能都得锁到一起 我不太清楚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还是否打算有这种婚姻的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这种人生的安排 但是你们也会建立属于你们的这个契约性 然后是属于这种说是相互的灵魂伴侣 我觉得你们都是挺渴望爱情的 然后进入感情之后 我能够感受到你们是很认真的进行感情 也许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一些 现在是会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觉得说我才不会呢 深情的人然后最遭罪什么地了 但是当真正的进入这个感情关系之后 我觉得被很好的爱滋养的话呢 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 爱情本身是很美好的 是很甜蜜的 但是能够把你的这个内心的空洞甜美 填满 让你会感觉到说自己整个人是非常充盈的 非常丰盛的 这个人他会是也不吝啬在你身上去花钱啊 带你吃喝玩乐呀 带你旅行的这种 因为腿元素能量很多 你们感情关系当中 他真的是实打实的在去付出 这个人出现之后 你也会是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成就了 一个说是梦想 就是我们曾经对爱情最真挚 最美好的那个渴望 所以你和他这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关系 他是美好的让你会产生对爱情的一些极强烈的幻想和期待在的 就是你会渴望和这个人呢 去拥有一些说是特别美好的这个相处在的 所以未来你们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的时候 你会宠然起这样的一个信心感 两个人其实个性让我觉得说还是蛮互补的能量 就是真正在去接触的时候的话呢 会有种说互相帮助互相去陪伴彼此 因为毕竟灵魂伴侣的能量 是感受到一种新贴心的 一种非常亲密的一个状态 而且就会是感觉两个人之间的灵魂 也是距离感非常近的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这个感情关系的一个和谐程度是特别高 就不是纯粹的要靠这个爱情的荷尔蒙去维持着的 而是本身两个人之间灵魂上的契合度 就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关系 在真正的去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说很放松很自由的一种状态 你也会感觉到说自己的话呢 是在被另外一个人很真心的很用心的去爱 而且就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 你会觉得你是值得的 哪怕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事业很有成就啊 或者说是人生起点很高啊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也是会感觉到说是一种很自由的 可以去躺平 然后很放松 不用过度的去拘谨的一个状态 所以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 不会觉得说是自己 然后的话呢 要很卑微的去在存在于这个感情当中 无论你做什么 对方都会发自内心的去表扬你 去称赞你 因为他会觉得说是你很可爱 很有意思 很活泼 让他会觉得说的话呢 你的美面都会说是特别的有意思 你也会是觉得说 那我确实很美好 我很值得 听起来这句话有一点像是这种 给自我催眠一样 但是好的爱情到来的时候 你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是该拥有的 我就是值得的 这其实也正是好的感情关系 正确的爱的话呢 就是让你对自己更加的认可 更加的有信心 而不是让你更加的卑微 更加的没有自信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爱情的体现 能够让你觉得说 自己是一个优秀的 丰盛的 值得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所有信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也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可以越来越好 那我们就这样吧 大家记得领取好运哟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